第1121章 初遇魔狼 幽深的草丛之中 数道矫尖的身影扑向了三人 好笑而上 小心 木峰低吼 这几道身影攻击速度极快 几乎是一跃而起就扑向了三人的身前 木峰一拳轰出 雷霆滚滚 化为了一道雷霆木龙轰击向了这身影 砰 木峰这一拳 震集的这两名攻击者后退不止 而木峰同样一拳杀出 体内气血滚滚 可怕的气劲轰出 震退了攻击者 白紫月一剑出 金色剑光披在一道拍击向他的立爪上 同时身子暴退 木峰三人 这时才看清这几道攻击的身影 这赫然是四头体型如同猛虎一般 不过生长一颗蜥蜴头颅的凶兽 全身覆盖墨绿色灵甲 爪子锋利 躲在草丛中收敛气息 灵视和肉眼都发现不了 西魔石人兽 木峰依着眼睛 道出了这种凶兽的名字 一种草原上极为常见的石人凶兽 三五成群 生性凶残 喜欢捕石人族 嘶吼 这次投吸魔石人兽偷袭不成功 嘶吼咆哮 又同时向三人扑杀而来 扬起巨大爪子 带起一阵震魔气杀来 杀 木峰低吼 体内雷霆原力瞬间爆发 一拳杀出 凝聚成了一条狂暴雷龙轰击向了这两兽 这两兽带动魔气原力 凝聚巨大魔爪轰来 轰击在木峰的全盲上 不过被全盲直接撕裂轰碎 阵击在这两兽身躯 轰得两兽撞击飞落在草原 不过这两兽防御力很强 没有被轰杀 木峰惊疑一声 而那两兽怒吼 口中射出两道魔源凝聚的闪电 轰杀向了木峰 木峰大笑 手中鼓煞浮现 身躯化为一道霄雷之光杀出 躲开着两道攻击 一道雷霆剑光披斩而下 扑斥 一头吸魔石人兽直接被披杀两半 鲜血喷剑 另一头咆哮杀来 爪子轰击向了木峰身躯 木峰一拳轰出 阵击在这一爪上 同时一剑射出 鼓煞化为犀利的雷霆剑光 直接洞穿了这头吸魔石人兽头颅 两头修为在领海境界的吸魔石人兽 弹指尖被击杀 木峰也将攻击自己的那头吸魔石人兽 活生生轰击成了肉饼男尼 紫月身化九剑光 也瞬间击杀一头吸魔石人兽 木峰双眸中射出两道血光 进入了两兽尸体中 尸体燃烧化为了血气涌入了他的体内 就剩下了一颗黑色魔晶盒 和一些坚硬的骨头 灵甲木峰兽一收 那颗有鸡蛋大小 黑色的魔晶盒收入了他的手中 这魔晶盒也相当于人的元丹 是吸魔石人兽的能量源泉 内部蕴含大量魔元力 可以炼丹炼气 魔修更可以直接用来修炼 这颗魔晶盒价值估计也得上千零十 而这天狼魔元边境 许多散修拥兵势力 就是靠这些东西维持修炼维持生活 这天狼魔元中危险的确无处不在 这些家伙实力不强 如果是天破境界级别的凶兽 这样偷袭恐怕就死定了 木狂说道 小心一些 在这种地方 人 兽 魔狼族 都是危险 木风收了魔晶盒皱眉说道 三人又继续前行 已现成面 在这片区域中四处探查 遇见许多凶兽 凶虫攻击 不过都被三人击杀 实力都不强 许多还只是原单境界修为的一些攻击凶兽 虫族 这片区域方圆数十里 被三人快探查了各遍的时候 没有发现什么魔狼族部落 三人继续向更深处前行 熬屋 而这时 一声狼笑声回到茫茫草原 随后又传来许多狼嚎 一大群人马从原处奔腾而来 有情况 木风低吼 三人连忙躲入草丛之中 只见一群人数不下二十多人的一族 骑着一头头巨大黑色苍狼 从一个方向奔腾而来 踏草而行 这些一族身高两米以上 体型健壮 狼手人身 手脚上有浓密毛发 身穿皮袄 手中持着黑色弯刀 不停拍打身下黑色苍狼 在这方草原上及持 三人躲在了数百米外的草丛之中观察 这就是魔狼族了吧 木狂惊讶说道 看记载应该是了 不知道这群魔狼族实力怎么样 木风一着眼睛说道 他也不敢随意用灵士去探查 这群魔狼族暂时修为 怕被发现 这群魔狼族中修为最强的领海境界大天位 其他的都在领海境界高低不等 大天位的只有七人 西月的声音回荡在木狂脑海中 他的原神之强 探查这些魔狼族修为太简单了 还不怕被发现 七名魔狼族领海大天位修士 木风闻眼眸中光芒闪动 这火魔狼族实力不是很强 他有许多底牌在身 可以冒险一事 抓个活口打探情报 小狂 紫月 木风打了个眼色 两人会议 三人分开 向那群停在远处的魔狼族修士围去 三人乘三角阵营分开 包围向了这群魔狼战士 木风在草丛中 收敛员力气息 悄然前行 慢慢靠近这群魔狼修士 这群魔狼战士应该是某个部落 出来在周围巡逻的 一群魔狼战士说着 木风等人听不清的语言 海架齐火烤起了肉食 当靠近了只有静千迷远处之时 木风手中多出了一张黑色大弓 搭上了三只烧鹿符文的符剑 这些符剑都是他炼制 威力强大 普通人用来偷袭都可射杀领海原宗 不动用原力 拉弓直接对准了三人射了出去 羞 羞 羞 三声破空声尖笑而响 三名正坐在一起的魔狼族修士 被三只符剑瞬间射杀入身躯 喷喷喷三声爆裂声 一团雷光炸响 这三人被直接炸成了碎肉 有人偷袭 有魔狼族怒吼 而这时 其他两个方向 同样射来了威力强大的弗剑 啊 通隆隆 瞬间就有静伴的魔狼修士被射杀 泯灭在了雷光之中 人在那里 杀 一名魔狼战士怒吼 带着人向放剑的地方杀去 杀向了木风方向 木风手中拉弓射剑 一道道雷光剑芒杀出 十多名冲来的魔狼修士 接连有人中剑被射杀 第1122章 探查部落 这十多人冲击向了木风 中途有四人中剑被击杀 剩下的灰刀向木风隔数百米劈来 一道道黑色刀芒呼啸杀至 一路摩幽草都被刀器搅碎 木风身躯抱退躲开 而其他两个方向 白紫月木狂杀出 过来支援木风 木风低吼 一人提剑化为一道消雷之光 冲击向了这杀来的魔狼修士 轰 一股灵魂力融合了幻之真意 瞬间轰入前方一名魔狼修士脑海中 这魔狼族修士惨叫 宛如瞬间坠落入了火域之中一般 而这时 一道紫色剑光披露而下 这人连同身下魔狼被一剑披杀两半 鲜血喷剑 人类 其他魔狼族战时攻击杀向了木风 木风刚原护体防御 同时一拳杀出 体内气血如龙咆哮 伴随猿力从一拳杀伐而出 化为了18道雷霆拳浪咆哮轰击杀出 轰隆隆 这些杀来的攻击直接被震碎 由两人卷入了木风的拳浪之中 惨叫兼被恐怖的爆发力拍挤 连人带狼 直接震杀成了碎肉 持力好强 一名魔狼族战时打惊 随后怒吼双手握刀 体内魔原力倾斜而出 一道劈出 化为了一道十多米刀芒狂暴劈下 木风一剑削雷 戎三一劈出 直接撕裂了这一道攻击 紫色剑光化过了这人身躯 这魔狼战时身躯 从左胸到下腹身躯浮现一道血线 整个人被一剑斜杀两半 晶莹九剑 而这时紫月木狂也支援而来 紫月身化九道剑光劈出 直接将一名魔狼修饰披杀分尸 木狂一拳出 震出一道全力真空 全道狂暴轰击在一名魔狼修饰的攻击上 直接震碎攻击 全道轰中这人 这人上半身直接爆炸碎开 化为了碎肉 剩下的几人 在三人攻击下没有坚持多久 直接被击杀 每杀一人 就会有一道本命魔器被吸入三人腰监狱排之中 击杀一名领海境界一中天的获得的本命魔器有十点攻击 击杀二重天修为则有二十点攻击 最终 这群魔狼修饰被杀的只剩下最后一人 这魔狼人望着三人 心中惊骇 不过怒吼咆哮不已 小狂 打断他手脚 要活的 目风说道 目狂凝笑一声 活动了一下拳头 冲向了这魔狼族人 几招之后 这魔狼族人惨叫 四只硬生生被目狂捏碎 三人围来 望着地上惨叫的这魔狼族人 目风淡淡问道 你们是什么部落的人 这块地盘 又是那一个部落的地盘 部落中有多少人 人类 伟大的魔狼族人 是不会像你们这些 阴险卑贱的人类屈服的 这魔狼族人 爬在地上咆哮说道 目露凶光 体内气息狂暴起来 还想自爆 目狂冷笑 过去一脚踩在了 这魔狼族人的小腹上 这魔狼族人惨叫 丹田直接被震碎 一口鲜血吐出 礼不说也没有关系 目风冷漠道 双眸终神光亮了起来 一股融合幻知真意的灵魂幻力 轰入了魔狼修饰 脑海中 催眠幻术 入梦 目风声音 悠悠回荡在 这魔狼修饰脑海中 这魔狼修饰咆哮声停止 双目变得无神起来 气息平静 催眠幻术 幻术中常见的一种审讯幻术 你们是什么部落 目风又问 苍狼部落 这魔狼族人盲目一般说道 多少族人 最强的人什么修为 临海境界战士有多少 部落中有近一万人 最强的是族长大人 天魄境界一众天修为 临海境界的战士有三千多人 这魔狼族人一五一时说道 一万多人 这样的部落 只能算是小部落 不过也不是我们的实力可以应敌的 白紫月说道 魔园上 大的部落有数十万 百万魔狼族人 小的有几万人的 还有更弱小的只有几千人的都有 你们部落在那个方位 距离多远 目风又问 这个方向前行 大约八十里远后 就是我们部落 这魔狼族人机械一般的指向一个方向 目风这时才收了幻术 这人回过神来 而目风一直点在他的头颅 一股雷霆之力直接轰碎了他的脑袋 一缕本命魔器收入了目风的腰间玉牌中 上面多了九十点攻击 而现在目风的腰牌上 已经有了三百多点攻击 风哥 现在怎么办 白紫月问 走 先去这个部落打探一番 目风说道 三人将这些人尸体收拾干净 收了他们的武器 体内的魔丹 这才向所指方向而去 八十里 三人的速度而言 一路前行 也只用来十几分钟就看见了这个部落 而在那片草原上 有一片帐篷伶俐的魔狼族部落群 如同一个小镇大小 周围被高达百米的木制围栏包围 有许多魔狼族战士周围巡逻 周边区域 还喂养了许多外形似牛 头生似角的墨绿巨兽在周围吃魔幽草 这是魔幽奶牛 可以产出含量级高墨灵气 堪比灵液的牛奶 可以用来修炼 使用 是一个魔狼族部落的生存之本 灵云化为一只雷雀飞出 飞入了这个部落中 灵氏进入灵云脑海中 木峰和灵云灵魂关联 灵氏入体 一定范围内可以看见灵云看见的一切 这个部落中的确只有一万多人的样子 而在中心区域 一处监狱一样的铁笼子中 竟然关有许多衣衫不穿的人族 有数千人的样子 如果猪狗一样被喂养在笼中 不时 就会有人被拉出去 直接宰杀贩卖在肉场上 画面血腥无比 通过灵云看见这一幕的暮风 一股惊人的杀气瞬间爆发而出 惊得周围的白紫月 木狂都惊讶望向了沐风 不过这股杀意很快又收敛了下来 灵云盘旋了一圈 飞了回来 站在了沐风肩上 风哥 你看见什么了 刚才这么激动 白紫月惊讶问道 我终于明白 我人族为何和这魔狼族如此大的仇恨了 沐风咬牙说道 他虽然是修罗 可还有一半协同也是人族 见同族被一族残杀 自然愤怒 第1123章 轩辕家族 木狂和白紫月面面相去 不明白沐风说的意思 人族猎杀魔狼族 取精血魔丹修炼贩卖 魔狼族人当人类为猪狗血时 两者之间的冲突 不存在什么正义与邪恶 只是各有各的生存之法 在人族眼中 魔狼族人是世人的恶魔 可是在魔狼族人眼中 人族何尝不是残杀自己种族的邪恶之辈 我们走 沐风阴沉说道 声音有些压抑 这里的情况 他已经探查清楚 该去别的地方了 白紫月和沐狂随行 三人悄然离开了这里 又去其他地方探索 四天时间 三人探查了方圆数百公里范围 数百公里直径范围什么概念 相当于华夏的一个省一般大的面积 沐风等人期间也遇见了不少的魔狼族部落的巡逻兵 人数少 修为弱又远离部落的 直接被三人灭杀 四天来三人也灭杀了近百魔狼族战士 每人都战获了三四百点攻击 同时也探查出了这片区域方圆数百公里的大小狼人族部落 大的有十数万魔狼族战士 有不少的魔狼王者存在 小的也有几千人规模 大大小小探查出了三十多个魔狼族部落 而沐风也将这一片区域的地图绘制而出 三人这才开始返回的路程 沙阿 宝屋 三人在返城之时 突然听见了一阵的打斗厮杀声 能量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规模气势还不小 有战斗 三人闻声相识 随后向战斗之处飞了过去 草原之上 有两百人战斗厮杀在了一起 其中有大半都是魔狼族人 还有一部分都是一群身穿武袍的人类武修 腰间都挂得有玉牌 看样子和沐风等人一样 都是来这里考核磨练的弟子 这群人身穿的衣袍都是一个款式模样 看来是同一方家族势力中人 而且各个气血力量强大 肉体强悍 原力修为也不弱 竟然是体修者 对战这一群魔狼族人 完美不落下风 而且压着这群魔狼族人打 杀 其中有一魁梧青年 身高不下木狂 全身肌肉隆起 泛起金光 全身缭绕一股强大的金色战气 双拳开河之间有开荒之力 霸道金色拳净狂暴杀出 八荒龙战拳 这青年低吼 一拳杀伐而出 拳出 八方战气会聚化为八条金色龙净咆哮杀出 戏事骇人 有开山正月之力 腾 腾 腾 八条金色龙净轰击下 一名名魔狼族人直接被狂暴权进阵杀成了碎肉 一拳之下 不下十多名领海境界的魔狼族人被击杀化为了碎肉 这一拳之威恐怖如斯 哈哈 痛快 青年大笑 金色战气沸腾 随后又挥动双拳杀入敌营 大杀四方 此人战力之强 恐怕已经远超一般领海境界巅峰的元宗 在这群人中表现得极为的出众 八荒龙战拳 木狂毛子一亮 一眼就认出了这人用的拳法 不正是八荒拳中的龙拳吗 八荒拳分龙虎双法 龙拳威力最强 最消耗体力 威力也最大 而他的八荒拳是轩辕浩天传他 莫非这些人和轩辕浩天有什么关系 风哥 这人实力好强 白紫月望着这人 谋中光芒明亮 三种真意 其中全意 立之真意已经修炼化境 经之真意修炼入境圆满 此人实力 甚至可占一般凝聚一种化境真意的天破境界元宗 木风望着那人点评说道 在他的修罗眼中 这人的真意力量都无所遁形 小狂 那人修炼的拳法 似乎和你颇为相似 木风望向了木狂说道 没错 此人修炼的是八荒拳 我也会 木狂点头说道 八荒拳 木风血母一咪 道 传门八荒拳是万象圣与轩辕家族中的拳法 看来此人 是轩辕家族中人 你不是拜了一位轩辕性的强者为老师吗 看来这些人 很有可能是你哪位老师的后辈人物 木狂点头 道 这群人 看来都是轩辕家族中的人了 轩辕老师也是体修强者 这群人也修炼有炼体之术 两人说话间 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 这群魔狼族人要被斩杀干净了 熬乌 而这时 元楚又传来了一阵阵狼笑 只见大批的魔狼族战士 骑着一头头巨狼踏草而来 人数之多 不下两三百人 不好 魔狼族的增援来了 有轩辕家族中的青年强者脸色大变 望着元楚说道 平山大哥 怎么办 一众轩辕家族的弟子望向了那青年 轩辕川脸色阴沉 低吼道 撤 轩辕家族的弟子们响彻 不过这时 已经晚了 那三百多名魔狼旗分散三股 已经将这四十多人包围 合围而来 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卑贱的人族 我们的增援来了 你们死定了 被杀的只剩下十多人的魔狼族人们叫增援来了 争吟大笑 杀 这些魔狼旗们挥刀怪笑为杀而来 戏使惊人 杀出包围 轩辕川怒吼 带着一群人冲击向了一群围杀而来的魔狼族战士 想要撕裂出一道缺口 不过很快 缺口还没有打开 其他魔狼族战士围杀而来 一道道攻击撕裂而至 将这群轩辕家族弟子们冲散分开 被人数多过自己的敌人围攻 啊 有轩辕家族弟子惨叫 身躯被多道锋利刀芒劈中 撕裂开道道穴口 一道魔器滚滚的狼爪从天而降 一爪轰杀在这人头颅 直接击杀 对方也有堪比半步王静的强者 一名轩辕家族被轰杀 随后其他人也有抵挡不住数倍的敌人 被击杀陨落 轩辕平川 一人也被十多名魔狼旗围攻 其中还有两名半步王静的强者 轩辕家族瞬间陷入了危机 休 休 休 而这时 一道道破空声传来 只见远处一道道雷霆剑光杀制 被射中的魔狼旗直接被雷霆轰杀成了碎肉 瞬间陨落了十来人 还有人族 魔狼旗闻大惊 望去 不过只见千米之外 只有三名人族持弓搭剑射杀而来 第1124章 出手相救 杀了他们 有魔狼旗首领怒吼道 顿时一对数十人的魔狼旗挥刀咆哮 骑着巨狼冲向了目风三人 三人开弓如雨 一道道雷霆剑光杀向了这冲来的魔狼旗兵 不断有魔狼旗被射中惨叫 被符文雷霆力量轰杀成了碎肉 当魔狼旗离目风几人只有数百米远时 也批出了一道道的魔器刀芒呼啸杀来 化为了一片刀网 杀 目风低吼一声 一拳汇聚气血气静和原力杀出 滚滚雷霆惊浪咆哮 化为十八道雷浪拍击向了批来的一道道刀芒 将杀来攻击全部震碎 同时 白紫月木狂瞬间出手 木狂低吼 身躯如同一颗炮弹 砰的一声射入了魔狼旗前方 双拳闪动金色璀璨光芒 八方战器汇聚 双拳杀出 只听虎啸阵震 八头金色虎镜咆哮杀出 刷 一名魔狼旗怒吼灰刀爆发树杖刀气 劈向杀来全境 这虎镜咆哮间直接震碎着人攻击 轰击在了这魔狼旗身躯和坐骑上 砰 这魔狼旗连人带身下坐骑被狂暴的全境震杀 化为了碎肉 一股本命魔器被吸入了木狂的战牌之中化为攻击 砰 砰 砰 八虎咆哮间直接震杀了七八名魔狼旗 威力强大 流星分光剑 白紫月手中长剑挥动 剑圆力全部涌入剑中 零剑爆发璀璨金光 在剑绝之血 零剑化为了数十道金色剑光 去 白紫月双臂一阵 上百道剑光化为一片金色流星剑羽杀入了敌营 扑痴扑痴扑痴 一鸣迎面杀来的魔狼旗挥刀抵挡剑羽 不过剑羽数量太多了 一道两道躲开抵挡住 更多狂暴杀来 被一道道剑光刺破了防御 穿透了身躯 直接被射杀成了筛子 上百道剑光席卷而过 前方冲来近十人全部被击杀 白紫月随后深化九道剑光 冲向了敌人 通隆隆 目封体内 一股股狂暴的雷霆原力涌出 剑纹凝聚 汇聚成了一道道雷刚剑芒 目封挥剑 上千道雷刚剑芒化为了一道浩荡长河一般 威势恐怖 剑其席卷八方 百剑归流 斩 目封挥剑怒劈而下 汇聚的雷霆剑流被弃击而引 轰鸣坚化为浩荡雷霆剑和冲击向了敌营 砰 第一人被剑流轰击中 防御 攻击瞬间被击溃 催枯拉朽 势不可挡 剑流轰入魔狼旗中 席卷爆发 近二十名临海境界的魔狼旗惨叫 被狂暴剑流撕裂成了碎片 目封双眸中射出血液席卷而去 碎肉鲜血燃烧成一股股血气涌入了目封身躯 一股痛快淋漓的战役在目封心中爆发 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行军打仗的战场 这冲来的数十魔狼旗 竟然被三人几个弹指间全灭 浩强 突围的轩辕家族弟子们也是被三人战力所惊 平川大哥 有人支援我们 其他人大喜 轩辕平川望去 只见目封三人在击杀周边的魔狼旗 哈哈 有人支援 随我杀出去 轩辕平川大笑 全身狂暴战气爆发 如同金色战神 带着轩辕家族的弟子冲杀 撕裂开包围圈 人族剑种 一声幕后传来 一道璀璨的黑色魔光披向了目封 这一刀中蕴含了惊人的魔原力 还有可怕的画镜刀翼 凝聚刀器撕裂而来 目封挥剑 一道紫色雷霆剑光杀出 斩碎了这一击 只见一凝骑着魔狼的高大魔狼旗 挥动一柄巨大黑色战刀杀制 双手握刀 一刀狂暴劈下 这名魔狼旗 也是半步天破的强者 来得好 目封谋中金光大放 挥剑正面劈杀而上 当魔刀和鼓煞剑碰击在了一起 发出震耳欲聋的交接声 狂暴力量震荡空间扭曲 高剑之气席卷而开 方圆千米内的树木魔草直接被绞碎 这魔狼旗被一剑力量震击 旗狼后退 心中震惊 自己人狼合一其出的一刀 力量竟然还不敌这个瘦弱人族 杀 而这时 目封挥剑如雨 却是一道道剑光撕裂天地劈在 这魔狼旗挥刀狂接 被一剑剑劈的后退 震荡的吐血 目光惊骇 一剑削雷 最后一剑 一道紫色剑光有十多丈长 从天而降劈下 剑 雷 利 三亿会聚一剑中劈落 如九天惊雷 这魔狼旗怒吼应接 这一剑落 直接切开了他的魔刀 踢在他的身躯 将这魔狼旗连人带狼踢成两半 大地被踢出一道上百米长的剑痕 深达十数米 目封三人以一战时 向轩辕家族等人突围方向攻击 终于 轩辕家族的人在目封等人的接应下撕出了一道突破口 突破包围圈 走 见轩辕家族中人杀出 目封低吼 直接转身 深化一道雷霆见光盾去 目狂白紫月也不恋战 直接转身而去 轩辕家族的人也跟着逃离 数百魔狼旗在后遇狼狂追 数百名临海境界的魔狼旗 别看目封等人杀得猛 原力耗尽就是死路一条 目封要灭这群魔狼旗也只有身化修罗全力而战才有可能 不过在这种地方不留七分底牌绝对活不过几天 魔狼旗们狂追了上百里远 把目封等人赶出了地盘后才停止了追击 目封三人和轩辕家族的人落在了一座小山头上 轩辕家族的人都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眼中都有些一丝死里逃生的庆幸 死了几人 轩辕平川阴沉着脸问道 死了八个人 一名轩辕家族弟子低沉道 众人脸色都不太好看 这虎狼旗 早晚一天我飞灭了他们 轩辕平川握拳冰冷说道 他随后望向了原处吞服丹药 恢复原力的目封三人 过来抱拳道 多谢三位兄台出手相救 目封望向了轩辕平川 平静点了点头 他本不想多管闲事 不过小狂看在这些人 可能是他老师家族中人 便想出手相救 同为人族 不用客气 目封平静说道 轩辕平川点头一笑 又打亮了三人一眼 眸子中闪动出了惊芒 第1125章 跟江仇报 目封三人腰间都挂得有考核的战牌 看来也是选拔弟子了 三位原兄台也都会选拔弟子吧 不知出自那一个家族 那个地区 轩辕平川笑问 我三人出自大商王者选拔区域 散修 各位都是轩辕家族的弟子吧 目狂问道 大商王朝 散修 不少轩辕家族弟子闻眼眼眸之中 都闪过一丝轻蔑 散修 在大家族弟子眼中就如同是一群乞丐一般 这样的傲气普遍存在修炼界家族子弟中 散修 轩辕平川望着三人 眸光闪动 三人修炼之法 实力都极为不简单 可不像是一般的散修啊 没错 我们的确是轩辕家族之人 我叫轩辕平川 轩辕平川点头道 望向了三人 眼中的感激也轻了许多 对了 这位兄弟 之前我见你所我用的拳法极为的眼熟 不知出自何处 轩辕平川望向了木狂说道 语中多了一丝质问之意 你是说八荒战拳吧 木狂笑道 我这战拳和你们用的拳法出自一脉 我曾经遇见一位老师 他传我这拳法 他应该就是你们轩辕家族中的先辈 真是八荒战拳 不少人望向木狂 眼神惊疑 甚至有些不善了起来 小子 你胡说 这八荒战拳可是我轩辕家族中天公权术 非嫡系血脉不可传 你怎么会八荒战拳 一名轩辕家族弟子直接贺问道 就连轩辕平川 脸色也不太看见了起来 目风白子月眉头一皱 目光渐渐变得犀利起来 没错 你怎么会八荒战拳 谁传授你的 其他轩辕家族弟子围了过来 贺问向了木狂 目光不善 这位兄弟 这拳法是我轩辕家重要绝学 事关重大 还请你交代清楚 轩辕平川也说道 木狂连忙解释 道 我这拳法的确是我老师所传 他名轩辕浩天 你们可知道 轩辕浩天 在场轩辕家族弟子文言都是一愣 随后更是狂笑起来 你说 你老师是轩辕浩天 哈哈 真是可笑 一派胡言 你说我们轩辕家族中某个长老是你老师或许还说得通 竟然说好天老祖是你老师 可笑 可笑 你怎么不说我轩辕一族的当代族长是你师尊呢 是啊 编谎话也不会编 平川哥 我看这小子全法来路不正 先抓起来 废了他修为 要么直接杀了 家族天宫 泄露不得啊 这群轩辕家族弟子讥讽大笑 更是有人建议杀了木狂 木狂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他好心就这这人 这些人 竟然反过来想杀他 真是狗咬吕洞兵不是好人心 千元平川眸光也微微阴沉 望向了木狂 冷声道 这位兄台 你所言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 为了保证家族中的天宫不外泄流传 请你配合一下我们 跟我们回去一趟 我们会联系家族中强者 用搜魂之法 看你所言是真是假 木狂文言脸色铁青 搜魂术 这种秘法他怎么不知道 用了搜魂术他的秘密会全部曝光在别人记忆中不说 灵魂极有可能重创 变成白痴 你们 就是这么对待你们的救命恩人的 而这时 木狂冷漠问道 救命恩人 哼哼 不用你们 我们也杀得出来 三个散修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一名轩辕家族弟子冷笑 不屑说道 没错 在家族大义面前 你们就我们这点小恩算什么 一众轩辕家族弟子们对之前木狂三人的出手不屑一顾 如今 连感恩之心都没有 正是念在三位和这位兄弟对我们有元首之恩 我才没有动手 要知道 如果是外人 会我轩辕家的天宫绝学说不出来力 我就不会这么客气 而是直接出手即杀防止天宫外泄了 轩辕平川也阴沉说道 哈哈哈哈 好 真是我木狂瞎了眼 竟然在之前就你们 风哥 紫月 我们走 木狂怒急而笑 转身拉着木风白紫月离开 心中愤怒至极 有什么能比自己一番好心 被别人践踏还恩将仇报让人心寒愤怒 白紫月和木风心中也生出了一股子木火 想走 三位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 轩辕平川冷笑一声 顿时一众轩辕家族弟子将三人包围起来 怎么 你们还想恩将仇报吗 木风冷然问道 区区小恩 有何值得你们挂齿 你们两个 把他留下 你们可以走 轩辕平川冷笑说道 如果不呢 木风血同渐渐冰寒了起来 那就都得死在这里 轩辕平川冷声道 小狂 记住今天这一刻 江湖人心险恶 并不是所有人 都懂得知恩图报 恩将仇报的畜生也不在少数 木风平静说道 风得 我记下了 只是没想到 我老实家族中竟然会有如此不堪之人 木狂冷声道 轩辕家族大了 上百万轩辕族人 自然什么样的人都有 小子 你竟然敢骂我们是畜生 轩辕平川英冷说道 不是吗 你们甚至畜生都不如 我曾经养过一条军犬 我给他一口吃的 他还知道护主 而你们连狗的都不如 给我把路让开 不然 莫怪我心狠手辣 木风冷笑说道 霸道回应 本来想留你们一命的 既然不知好歹 那就杀了 轩辕平川低吼道 杀 顿时有六名轩辕家族弟子低吼 直接杀向了三人 出手就是权力攻击 下手没有留情的意思 这六人都是领海 进阶大天位修为 身为大家族弟子 实力自然不差 看来今日 又要土一回狗了 木风谋中冷光闪动 身躯一动 冲击向了两名杀来的 轩辕家族弟子 脚狂 不能留情了 白子月低吼道 身躯化为了九道见光 同样杀向了向他攻击来的 轩辕家族弟子 木狂怒吼 体内气血膨胀 身躯活生生有跋生许多 脚踏大地 小山都是为之一晃 震杀向了两名杀来的 轩辕家族弟子 双方瞬间恩将仇报 反目成仇 第1126章 我斩过王 将龙掌 一名轩辕家族弟子低吼 一掌成爪 凝聚原力杀伐而出 澎湃的金色原力幻化 出了一道巨大金色龙掌拍 杀向了木风 上面有金色龙影 气流环绕 气息狂暴 这一掌有数杖 大小轰杀向了木风 他们虽然不会巴荒拳 不过也会 轩辕家族中的地阶上等绝学 威力强大 远不是一般普通 领海原宗可比 大家族弟子 为什么看不起散修 他们修炼的功法 原济神通 比散修强大太多 更别说修炼资源方面 俯虎拳 另一人也一拳怒杀而出 拳出虎啸 拳净化为了一头数杖 大小的金色猛虎奔腾而至 滚滚气势逼人 两道强悍攻击杀来 木风面色冷漠 一剑批动 化为了一道紫色剑光展出 这一剑出 三意顺容 仿佛一道从九天披落的神话 通隆隆 一道剑光撕裂而过 直接将这杀来的将龙一掌 斩暴撕裂 同时 剑光批得那轩原家族弟子 不停后退 心中震惊 而木风另一拳也悍然杀出 滚滚雷浪全境拍击而出 直接震碎那扑来猛虎 全境轰击那人吐血而退 强势轰破两人攻击 杀 木风身躯主动攻杀而出 化为一道盗销雷光影 快如闪电 一道紫色剑光从天而落 被一剑震退那人 惨叫兼被批杀两半 直接陨落 既然决定动手 就要有死的觉悟 木风一旦动手 也极少手下留情 瞬间急杀这人 木风身躯一动 提剑又杀向另一人 一道销雷剑光画过 这人惨叫 同样被剑光撕裂 他的肉体防御力 在木风剑下不值得一提 饺子 你敢杀我轩原家族弟子 其他轩原家族弟子 见这一幕都快疯狂了 而另一边 白紫月同样强势 即杀了一人 还有一人 在白紫月剑下苦苦支撑 木狂怒急 攻击更是狂暴 八荒虎战权杀伐而出 同样狂暴即杀了两人 找死 轩原平川低吼 身躯一动 化为了一道金光杀向了木风 一掌按下 顿时一道比之前那人攻击 强势得多的将龙掌向 木风落下 掌落龙迎阵阵 这一集中同样蕴含了三种真意力量 木风一剑劈过 紫色剑光斩杀在了这一掌上 撕裂了这一掌 同时剑光也溃散 化为了光点消失 两股狂暴气竟爆发 我对付这人 其他人 杀了那两个小子 轩原平川怒声道 杀 其他轩原家族弟子杀向了木狂和白紫月 围攻两人 两人面对如此多高手攻击 同样吃不消 不停躲闪攻击 同时进攻抵倒 李再犯一件最愚蠢的错 木风眸光阴冷说道 小子 我知道你实力不错 不过 在我面前还不够看 念你救我们有恩 自费修为 向我磕头 我可以饶你一命 轩原平川冷笑道 李算什么东西 也配 刚才的事 你也敢提 我两个兄弟有什么事 我灭了你轩原家族在这里所有弟子 木风眸中韩星闪动 提剑直接杀向了轩原平川 哈哈 不自量力 我可是和天破境界王者对战过数百招而不败的人 轩原平川宁笑 身躯暴杀而出 双手中 八方战气汇聚 狂暴气场席卷方圆数千米 能量滚滚涌动 八荒虎战拳 轩原平川低吼 双拳杀伐而出 原力和气静呼啸 发出虎啸之声 宁化为了一道道猛虎拳净撕裂向了木风 他用出这一拳 威力比之木狂丝毫不弱 木风挥剑劈杀 展开一道道阵杀来的猛虎拳净 不过狂暴力量也冲击拍打在了木风肉体上 阵级的木风不停后退 这天宫级别拳法 哪怕没有修炼到高的境界 威力同样惊人 天悲掌 而这时 轩原平川又一掌暗出 天空中 凝聚一道十丈大小的可怕金色巨杯 这杯上有可怕的气流涌动 覆盖一方天地 这一集 是已是修炼圆满的绝学 杀 轩原平川一掌暗下 十丈杯影狂暴镇压而下 这一集 百丈山峰也可以磨灭成鸡粉 狠狠轰击覆盖了木风身躯 轰隆隆 下方的小山 竟然已经承受不住狂暴能量垮塌 灰尘四起 这一集也覆盖了木风所在位置爆发 一股可怕的冲击力席卷数千米方圆 哼 不自量力 轩原平川见这一幕冷笑说道 他相信 这一集 完全可以将这小子拍成肉泥 哈哈 平川大哥威武 有轩原家族弟子大笑叫道 李是在说你吗 灰尘未散 一道声音冷漠传来 随后 一道雷光瞬间杀出 一道毫发无伤的身影冲出 拾箭而来 怎么可能 李 你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轩原平川震惊说道 某子中 全是不敢置信 李说你战天破百招不败 那我告诉你 我木风 战国王 木风狂笑 身躯提剑爆杀而至 体内原力奔腾 全部汇聚这一剑之中 李 再来试试我这一剑 木风双手握剑 古煞吐出数十杖剑气 直冲云霄 杀 木风挥剑杀出 一道雷霆剑华如同从九天而落 披向了轩原平川 轩原平川怒吼 八荒虎战权杀出 被剑芒狂暴撕碎 天碑掌轰击 勉强抵挡住了这一剑 也将零破碎 哼 不过这时 木风肉体直接狂暴冲击而来 肉体竟然震碎了这天碑掌 挥动剑光 一剑披露而下 轩原平川大害暴退 不过这一剑的剑芒 还是斩击中救他的身躯 啊 轩原平川惨叫 四阶上平的战体 也被这一剑撕裂下了一半肩膀和大臂 惨叫而退 而木风攻击不减 剑光交错 轩原平川惨叫 胸膛被连击三剑 撕裂出三道惊人血口 虐杀轩原平川 轩原大哥 这怎么可能 轩原家族弟子们惊吼 不敢置信 木风一脚暴急而落 化为一道道腿静踏下 将轩原平川狠狠踏落 踩急在了草原上 大落虚空 而木风 身躯落下 一脚踩在了这轩原平川后背 可怕智力加深 这轩原平川只能幕后不断 无法起身 第1127章 种下红莲 怎么可能 平川大哥竟然打不过这个小子 平川大哥可是我们这一届 轩原家族弟子实力中排前五的强者啊 怎么会打不过这小子 小子 快放了平川大哥 一众轩原家族弟子对木风怒目而视 供给木狂和白子月的轩原家族弟子们也停了下来 木狂白子月在刚才的围杀之中 已经受了不清的伤势 小子 放开我 轩原平川怒吼道 他可是轩原家族中的嫡系弟子 更是这一届 轩原家族中的天才弟子人物 哪里被别人践踏在脚下过 木风眸中兄弟之色一闪而过 鼓煞扑斥一声 插在了轩原平川的另一条肩膀之上 插在大地 啊 小子 你不得好死 轩原平川惨叫怒吼 眼泪都快疼出来了 助手 轩原家族的弟子们也咆哮不断 愤怒望着木风 不过又不敢上前 怕木风伤轩轩原平川性命 木风冷然 拔剑这一剑又插而下 而这一剑插在轩原平川大腿上 轩原平川再度惨叫出声 助手 助手啊 轩原平川痛苦惨叫道 你可以再威胁我两句试一试 你有四肢 我可以慢慢陪你玩 不过下一剑 或许就是你的头颅了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 你 是我脚下的阶下球 木风拔出了剑弹幕说道 这一剑搭在了轩原平川的脖子上 画出了一道血痕 饶命 饶命 轩原平川终于耸了 惊恐求饶 那剑上散发的锋芒之气和煞气 让他灵魂都感觉到了惊诧 还有你们 我们三兄弟能把你们从魔狼起手中救出来 我也可以亲手要了你们的命 不要来怀疑挑衅我 代价 你们承受不起 木风望着一众轩原家族弟子们冷然说道 可恶 一众轩原弟子们目光阴朗 轩原平川在木风手中 他们 敢怒不敢言 白子月和木狂 也回了木风身旁 对于这些人 木狂对这些轩原家族的弟子们 心中更是失望透顶 理想活命吗 木风望向了脚下轩原平川问道 轩原平川眼中全部都是屈辱之意 忍住了心中怒火 低声道 请饶我一命 想活命可以 让他们 每人交出一万灵石 你们轩原家族是顶级大家族 相必 每人一万灵石对你们来说简直就是撒撒水吧 木风淡笑说道 露出一口小白牙 这笑容在轩原家族等弟子眼中 就宛如恶魔一般 一万灵石 你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 是啊 你怎么不去抢啊 一众轩原家族弟子闻言愤怒说道 木风闻言好笑 道 我需要你们同意吗 我本来就是在抢 抱歉 现在价格又涨了 每人两万 混账 可恶 和他拼了 轩原弟子们怒吼 三万 木风平淡道 见 已经割破了轩原平川的脖子楚皮肤 贴在喉管 少他娘的废话 让你们交三万就交三万 轩原平川下的身躯一颤 随后怒吼道 这些轩原弟子们闻言面面相许 一个个只能咬牙 从乾坤戒指中取出一袋袋的灵石 很快 就在木风前方堆了一座小山 近四十来名轩原弟子 每人三万 这里就是一百多万的灵石 与一般天破王者身家还富裕了 不过大家族弟子的确不一样 一般灵海修士恐怕还拿不出这么多钱 紫月 小狂 收钱 木风道 得勒风哥 两人从惊喜中回过神 屁颠屁颠地去把这些灵石装入乾坤戒指中 一个个轩原弟子用快喷火的目光望着两人装灵石 还有你 十万灵石 木风对轩原平川淡漠道 啊 十万 轩原平川文言脸色都黑了 焦不焦 木风见又割破皮肤深入一丝 焦焦焦 轩原平川连忙道 灵石控制自己的乾坤戒指 一大堆灵石袋子飞出 白子月清点灵石 随后道 风哥 旧七万灵石 木风望向了轩原平川 我身上已经没有灵石了 轩原平川快哭了 那你这一身精血应该也值不少钱 木风冷笑道 别 我还有其他东西 轩原平川连忙惊呼 乾坤戒指中 又一个盒子飞了出来 木风打开一看 盒子中赫然是一枚墨绿色灵果 灵魄果 木风眸光一亮 此果可是五阶王级灵果 蕴含大量魂力 凝聚天魄可用 效果和魂金一样 不过能量自然比魂金高得多 此果本来是轩原平川家族 给他凝聚天魄石准备的 此刻 只能用买命了 按市价来算 恐怕价值也不下十几万灵石 不错 木风收了灵果 这才收了剑 阁下 能否放了我 轩原平川挤出一丝笔枯 还难看的笑容问道 木风不言 不过体内 修罗血脉之力涌动 一股金红色血脉力量内 交织无数木风都参悟不透的道文 涌入了木风的双眸之中 木风双眸中雪光大放 看上去极为的妖异 眼眸中 竟然有一缕金红色血脉火焰凝聚 化为了一朵小小的金红相间的莲花 盛开燃烧在了木风的手指尖 美丽而又妖异 这是什么东西 木狂白紫月都是一阵惊讶 而木风 一指弹出 这朵小小的莲花 射入了轩原平川的背上 啊 轩原平川惨叫 背部被燃烧 不过这朵金红莲化为 坟粒能量涌入了轩原平川身躯 直接融入了血肉之中 而它的背部 也留下了一朵莲花烙印 你对我做了什么 轩原平川怒吼问道 没什么 只是留了一些手段 防止你报复我而已 虽然我不怕 不过懒得麻烦再动手杀你一次 你若敢报复 我弹指尖就可以要了你的命 木风淡淡说道 轩原平川闻眼脸色瞬间白了 眼眸中还有惊疑和恐惧 好了 你可以滚了 木风一脚踏在了轩原平川身上 将轩原平川踢飞向了轩原家族弟子们 轩原弟子们连忙将轩原平川接过 而木风三兄弟 身躯拔空而去 破空而去 第1128章 要穿闯祸 哈哈 真是痛快 100多万灵石啊 白紫月大笑道 数千米高的云端 三人破空而行 冲破云雾 留下三道长长的尾浪 三人已经离开了天狼魔源范围 正在向陵原城方向改 呵呵 100多万灵石 可以购买许多灵财了 紫月本命灵 建灵财购买的钱也有着落了 木风笑道 而木狂 却是不怎么开心 小狂 你怎么了 我们可是赚了100多万灵石啊 紫月问道 哎 我这么对老师的家族后辈 是不是有些对不起老师 木狂叹息道 轩辕浩天可是指点了他一年修行 别想这么多 轩辕家族那种大家族大了 这些人不算什么 在你老师那种强者眼中 我们和楼一梅多大区别 就算是他的族人后代 而且是他们先恩将仇报的 我们可是救了他们 白紫月安慰说道 没错 小狂 风哥知道你重情 不过 有的人 该杀则杀 我们不愧救他们什么 反而 我们还救了他们的命 若之前我们三人不出手 他们那些人最多也就能活下来十几个 既然他们恩将仇报 这些钱就当是他们的买命钱好了 木风也说道 他虽然也重情 许多人对他有大恩 风雷子 易老 懂老等等 他有出席了自然会回报 不过他有一点 负他之人 木风会毫不留情 杀法果断 嗯 木狂点头 这才露出了笑容 哈哈 走吧 估计兄弟姐妹们都等我们等级了 木风大笑 三人飞向了原杵那一座陵园城 随后落空而下 不入城中 不能飞入城 不然会被城墙上的机关重弩 直接当成入侵一族射杀下来 而战风庄园之中 此刻却是一片狼藉 有房屋院子破碎 遍地的灵药花草也被人践踏 许多灵药被人抢光 木风布置的防御阵法 也被人破掉了 战风厅中 郝美丽 紫云郡主 风潇潇南清洋海等人聚在厅中 脸色难看至极 还有些人 身上带伤 要穿 还有好几名战风成员此刻竟然不在了 怎么办 这都已经两天了 要穿等兄弟生死不知 我们不能再等了 和他们拼了吧 南清愤怒说道 拼 你打得过天破亡者 紫云郡主望向了南清冷然道 我 南清语言一色 又道 那我们就这样在这里干等着 等 就得等 等木风回来 不然 我们去了 只能是去送死 紫云郡主冷声道 唉 南清文言叹息一声 在厅中走来走去 不多时 一道有些冰冷的声音传来 谁能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三道身影从门外走进来 木风冰冷问道 他们三人一进庄园 就知道出事了 风哥 木风 众人见来三人大喜 连忙起身相迎 木风望向了众人 道 到底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外面我不知的防御阵法怎么会破了 你们大家身上的伤又是怎么会是 风哥 你终于回来了 快去就要穿和其他兄弟啊 是啊 风哥 你走了我们被人家攻击了 众人七嘴八舌说道 闭嘴 紫云郡主一声力喝 你们这样说 说得明白吗 众人闻言闭上了嘴 紫云郡主道 你们走后两天 我们这里出事了 要穿出去喝花酒 惹上了这里的一个地头势力 叫什么天网帮 昨天天网帮的帮主带上了一大群人来找麻烦 说要穿把他女人睡了 要带走要穿 我们自然不答应 后来发生了战斗 对方有天破境界的强者 我们不是对手 就退回了庄园靠阵法防御 不过对方竟然请来了阵法大师破了阵 把要穿和几名兄弟抓走了 对方还说 要我们领头人亲自去道歉领人 紫云郡主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穆峰三人文言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这个死胖子 来到这里了还不改那色胆 白紫月一摸脑袋头疼说道 穆峰也觉得这事情有一些荒唐 胖子虽然好色 不过应该不会无故招惹他一些得罪不起的女人才是 天网帮 这天网帮什么来历 势力如何 穆峰问道 天网帮是这城中扎根多年的一个帮派 势力算不上很强 有三百多号人马 不过都是领海境界的强者 还有一些人单境界小帮众 人数加起来也就一千多人 不过他们帮主 赵天网 是一名天破境界一众的强者 紫云郡主说道 而且 如今这事情 已经传遍了选拔弟子中了 所有人 都在看我们笑话呢 风哥 我们就等你拿主意了 怎么办 赤啊风哥 众人望向了穆峰 纷纷让他拿个主意 还能战斗的 跟我走 穆峰冷声说道 紫云 你可知道天网帮在什么地方 穆峰问道 知道 我已经让人打听清楚了 紫云郡主说道 随后让人带路 而一群人 又气势汹汹地离开了这里 赶向了天网帮的住址 嘿嘿 听说了吗 穆峰的战风战队中的 那个要毒是胖子 睡了一位天破王者的女人 如今好几名战风的人被抓 就等穆峰去赎人呢 这事儿我也刚听我朋友说了 泽泽 他们得罪的是天网帮 天网帮可是这里的本地势力地头蛇 强者不少 就战风那点人 这一次算是灾了 不一定 你们可别忘了穆峰的实力 他可是杀过王的 他杀王据说是用了什么消耗寿命的秘术 他能用几次 林园城中不少大商的选拔弟子们议论说道 就连万象玉 大雁王朝的选拔弟子们都知道这件事了 搁几个 走 快去看好戏啊 穆峰回来了 带着战风的人去找天网帮了 而这时 茶楼中 一名修士突然接到了朋友传音符传音 对所有人说道 穆峰带人去天网帮了 走走走 有好戏看了 这些人文言惊讶随后立马起身 一同赶去天网帮的地盘 同时传音给自己朋友 而修炼界消息传播速度就是这么吓人 穆峰等人一动 顿时大商选拔弟子们全部知道了 纷纷赶过去看热闹 第1129章 闯天网帮 朱家弟子居住府邸之中 武哥 有消息了 穆峰那小子回来了 一名朱家弟子连忙跑进了朱武的院落大教道 不 母峰那小畜生回来了 练刀的朱武收刀 眸中冷光一闪 那小子如今正带着人 准备去天网帮呢 估计是去要人去了 这朱家弟子说道 哈哈 好 这小子果然中套了 跟我走 去看这小畜生怎么被杀死 朱武冷笑说道 还是英姐聪明 我们朱家不用出手 就能让那小子死无葬身之地 这朱家弟子应笑说道 哼 我们朱家的势力 岂是那小畜生能想象的 晚死他 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死在谁人的手中 我要去告诉赵天网 先羞辱一顿那小畜生再说 两人说话间 也带着一群朱家弟子赶向了天网帮而去 天网帮 在林园城也靠列沙摩朗族为生 天网帮的总部 广场之上 要穿和四名战风的成员被铁链掉在了广场中心的横架之上 砰 砰 还有几名天网帮众不停用铁棍击打五人 五人已经是鼻青脸肿 全身骨头不知道被打断了多少 要穿是最惨的 全身的骨头都不知道被打断了多少 双腿已经被打断 嘿嘿 小子 我的女人滋味不错吧 一名身穿黑色袍子 脖子处还有盘盲纹身 一脸横肉的光头男子望着要穿宁笑道 他腰上还有一条手臂粗缠绕的黑色玄蟒 吞吐实性 此人 也正是天网帮的帮主 赵天网了 在他身旁还有一名穿着火辣 露出雪白大腿的红衣美艳女子 傍在了赵天网的身旁 可可 死砸碎 你竟然敢陷害你要穿爷爷 这个剑婊子 小爷根本就没有动他 要穿吐了口血水 望着那红衣女子怒吼道 哈哈 你要是眉色星 怎么会被勾引去他的房间 赵天网冷笑 一棍打在了要穿肚子上 要穿惨叫 又一口鲜血吐出 有本事杀了胖爷 不然让我活着 我总有一天会让你们所有人生不如死 要穿怒吼道 杀你 你还有用 我现在可舍不得杀你 要怪就怪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 赵天网冷笑道 从一旁属下的刀鞘之中 抽出了一柄刀 比划在了要穿的小腹下方 你想干什么 要穿脸色大变 你不是喜欢女人啊 老子今天就让你这辈子都无法再碰女人 赵天网冷笑道 刀狠狠一画 啊 不 要穿惨叫 胯下传来一股撕心裂肺的痛苦 直接被废了 要穿 其他几名战风成员见这一幕眼睛都红了 幕后出声 啊 出声 我要穿这辈子不杀你全家 不灭你全族 我就不是人养的 要穿咆哮 身子痛苦地站抖了起来 哈哈哈哈 放心 你不会有机会的 赵天网狂妄笑道 而这时 天网帮外面 一群人破空而来 落在了天网帮的大门前 同时而来的 还有许多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修士 都是这一届的选拔弟子 穆峰带着人 落在了天网帮大门前 门前有十多名修士 一见穆峰等人怒吓道 你们是什么人 穆峰抬手一道雷光批出 一道雷刃化过 那问话之人之间被雷刃窃了头颅 鲜血紧喷而出 其他人脸色大变 杀 穆峰杀自出口 顿时身后战风成员瞬间出手 这群不过缘单境界的看门修士 直接被轰杀 砰 天网帮的大门也直接被穆峰一脚 可怕距离震开 穆峰直接带着战风的人 霸道杀入了天网帮中 嫡媳 怒吼声回荡天网帮 顿时许多天网帮的人涌向了大门储 寄出灵气 发出一道道攻击 直接杀向了穆峰等人 一群蝼蚁 找死 千磊落 穆峰低吼 体内一股可怕的雷霆之力席卷而出覆盖天空 他手掌一握引雷而下 天空中雷霆涌动 凝聚一道道狂暴的紫色闪电悍然劈下 轰 圆丹境界的修士被劈中直接被轰杀成了灰烬 修为在临海境界六重天以下的圆宗也直接被轰杀 六重天之上的圆宗也只能勉强抵倒 不过也被雷霆轰伤 一道道强悍闪电杀下 不下百人直接被抹杀 其他人被吓得不停惊恐后退 而穆峰带着战风三十来人直接强闯入了天网邦 赵天网 我穆峰来了 还不快放人 不然 我他面你这天网邦 穆峰声音如同红中 回荡在了天网邦上空 帮主 那群人强闯入邦了 一名天网邦弟子过来禀报道 老子耳朵又不聋 跟我来 照天网冷声道 带着一大群人迎了过去 而穆峰等人一路强势杀到了广场 也见到了远储被吊在横架上 鲜血淋漓 奄奄一息地要穿五人 穆峰临时探查而出 特别是探查到要穿之时 双眸瞬间爆发出了骇人的杀意 天网邦 穆峰怒吼咆哮 体内一股血色的杀意 几乎如同食指一般席卷而出 方圆数千米内都被这股血色杀气笼罩 卷起了一股股煞风 白子月 穆狂等人探查到了要穿的伤势后 也爆发出了可怕的杀意 要穿微微睁眼了浮肿风猴的眼睛 望见了远储的穆峰等人 脸色一变 穆兄快离开 这里是一个圈套 要穿嘶吼说道 哈哈哈哈 欢迎各位青年俊杰们来到我天网邦 而这时 一道狂笑声传来 刷刷刷 整个天网邦 无数身影包围而来 不下千名修士从四面八方围来 其中还有许多领海境界的强者 众多天网邦成员 将整个广场包围的水泄不通 各色圆光纵横 而赵天网也带着一群强者 正面走来 一人搬过来一把椅子 赵天网挥袍坐下 悠闲冷笑打亮着穆峰等人 而天网帮外面 也围观过来许多看热闹的修士 大多都是选拔弟子 有北燕王朝的 也有大伤的 还有万象圣域来的 而穆峰眸子冰朗 一双血同死死兵住了赵天网 眼眸中杀气几乎快十直化 第1130章 跪下放人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 不断有选拔弟子飞来 风铃战团的都来了 那的就是风铃海妈 风铃天的堂兄弟 风铃战团的第二强者 也是凝聚了天破的王靖弟子 没想到他竟然也来了 风铃海竟然也有兴趣过来看热闹 许多人惊讶望去 只见一处虚空 一群身穿青绿五袍的身影 人光缭绕 悬浮在虚空之中 其中 有一道身影 一身青色长袍 面容英俊 长发束冠一双剑眉鞋插入柄 双眸中锋芒凌厉 此人散发的气势 与周围之人都强大许多倍 镇压一方虚空 赫然是一名已经修炼到了 天破境界的王靖弟子 轩辕战团的人也来了 那是轩辕刚烈吧 这届轩辕家弟子中 除了轩辕朗外最杰出的轩辕家天才 43岁就凝聚了天破 战力惊人 又有人惊叹 望向了原处 那一群涌动金色光芒的高大身影 轩辕家族中弟子各个体型高大 体员双修 战力惊人 其中一人 浑身身躯射出道道金色光霞 肉体给人一种剑不可摧之感 身高两米之上 骨子脸面容刚毅 那是北燕战团 哇 北燕三皇燕子山竟然亲自来了 好帅啊 有不少女弟子惊呼 望向了另一处虚空 一群身影 其中那一人 一身战袍 身穿白色战铠 身材挺拔 如同一杆镖枪 颇有军人气息 北燕王朝 三皇子燕子山 也是凝聚天破的王者人物 从小在军中历练 也是这一届北燕王朝最天才的人物 雷霆战团雷段月 赤燕战团 好多选拔弟子中的大人物都被吸引过来了 有人惊叹说道 嘿嘿 传闻这个沐峰是大伤这一届中最天才的弟子 估计许多人都来想看看这家伙到底有几斤几两吧 不过也不怎么样嘛 财灵海境界 他也敢称大伤最强的弟子 是啊 万象圣域这一届中最杰出的弟子风灵天 早就凝聚了天破 他弟弟风灵海都凝聚天破了 更别说轩元家族中的轩元朗 轩元刚烈 雷家的雷段月 这些都是凝聚了天破的王者天才 这慕风的修为 如何称得这届上大伤最强青年 看来大伤的武道已经是不行了 有人不屑说道 放你娘的狗屁 谁说我们大伤不行 你可知道 前一阵子在我们大伤的选拔上 慕风一人以灵海境界修为 斩杀两名天破境界王者 其中还有一人是天破境界二重强者 有大伤弟子听见慕声说道 元宗斩杀两名天破境界王者 还有天破二重 哈哈兄弟 你还没睡醒吧 说什么胡话 你大伤王朝怎么可能出这种人物 是啊 真会吹牛 大伤弟子 修炼战斗不行 吹牛挺厉害啊 周围人轰然大笑 显然都不幸 你们 这人气得脸色长红 慕声道 如果我说的是假的 老子把头砍下来给你当球踢 如果要是真的 你把你头给我剁下来 老子和你赌 哼 先看看一会儿这小子能不能活着离开天网帮吧 这人冷笑 人汇聚越来越多 渐渐的 外面竟然汇聚了不下万人 就连四皇子拓拔青海等人也来了 死哥哥 这慕风真是一个惹火惊 这一次 他恐怕死定了 九公主在四皇子身旁说道 四皇子覆手而立 望向了场中 眼眸深邃 气息越发地让人看不透了 慕风上次为大伤弟子出头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啊 四皇子眯着眼睛说道 仿佛已经看穿了许多东西 广场上 慕风带着自己的三十来名战风成员 望着对面的赵天网 而周围 世上千天网帮的人马 小子 你就是那个什么慕风 你们这群小崽子的头目吧 赵天网望着慕风淡笑道 喝了一口旁人送上来的茶水 没错 五人来了 把人给我放了 慕风压制住心中滔天杀意 望着赵天网说道 哈哈 你一来一句话就想让我放人 你他娘的以为你是谁啊 毛都眉长起的小兔崽子 赵天网大笑 讥讽说道 顿时周围天网帮的人全部轰然大小出声 混蛋 让你们把人放了 不然今日他念你们天网帮 慕狂怒吼道 哼 来人 把人给我压过来 赵天网冷横道 顿时要穿等五人被放下掉架 压了过来 跪下 这五人被一踢腿 全部被压跪在了赵天网身前 无柄雪刀 比在了五人的脖子上 慕兄 你不该来啊 这是个陷阱 要穿望着慕风悲声道 爬在地上 腿被打断了 他跪都无法做到 你们是我兄弟 大家说过 生死不弃 胖子 放心 你受的痛苦 我会让他十倍而害 慕风望着要穿等人坚定说道 风哥 五人文言感动 有人泪目 哼 你说放人就放人 你可知道 你这小兄弟 把我的女人睡了 按江湖规矩 我杀了他都不过分 赵天网冷笑道 放屁 那个贱种 老子碰都没有碰到他 要穿嘶吼说道 不过回应他的 是一脚踏在了他的嘴上 牙齿都踢碎了 助手 你到底想怎么样 慕风慕吼道 对了 这才是正题 你不是想救他们吗 可以 你兄弟给我头上抹了把绿 让我颜面大师 这个债我的在你身上讨回来 简单 跪下 磕五个响头 你磕一个 我放一个人 这个游戏怎么样 赵天网 心悦笑道 混账 不可能 风哥 千万不能听他的 战风的人们文言瞬间战毛了 一个个怒吼出声 愤怒望向了赵天网 风哥 不能跪 不能听他的 被押住的战风成员们也愤怒咆哮出声 要穿呜呜嘶吼 说不清楚 不过意思和大家说的也差不多 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汇聚在了沐风身上 有多少人都是幸灾了祸 逼下跪啊 这一巴掌可是打脸了 这是对一个人的极致侮辱 第1131章 极致屈辱 小子 得罪我朱家 我让你身败名裂 死无葬身之地 朱武带着一群朱家弟子 在一处虚空中 望着下方的沐风等人冷笑不已 这小子就是那的沐风 不过才领海境界 朱武 你竟然还打不过他 真是废物啊 一名朱家弟子冷笑说道 此人一身红袍 名朱耀 是朱家中天破境界的强者 地位在朱家弟子中 只比朱英低 不过不是朱家嫡系 哼 这小子实力的确很强 体员双修 领悟的真意也入了化境 朱武冷横了一声 脸色有些阴沉道 不过这小子竟然让小姐下令要杀他 应该不是为你这废物报仇的原因 看来 他还惹了其他人物啊 朱耀冷笑道 场中沐峰文言双拳也握得死死的 要他跪下 可笑 他被人用生命威胁逼迫的时候 他沐峰也没有跪下过 年少时 面对数十万敌君劝降的时候 他和他父亲也没有弯过腰 跪下不可能 换一个条件 我可以用钱熟人 你开个价吧 沐峰压制怒火冷然说道 钱 嘿嘿 我不要钱 今儿我就要你跪下 我数十生 你不跪 我就杀一个人 十九八 赵天莽冷笑道 直接开始了倒数 混蛋 战风的成员们都快疯狂了 风哥 冲上去和他们拼了吧 木狂怒吼道 木峰眸子死死盯着赵天莽 赵天莽瞧着二郎腿 悠然望着木峰倒数 五四 三 二 一 杀 赵天莽冷喝道 不 木峰咆哮出声 刷一名天莽帮弟子手起刀落 扑斥一声 一名战风成员的头颅直接被劈了下来 鲜血狂喷而出 头颅滚动 上面一双眼眸还死不瞑目 照天莽脚一踢 这颗头颅还踢到了木峰身前 木峰愣住了 呆呆望着地上头颅 而战风成员们也是望向了地上头颅 随后咆哮出声 其他四人也被这一刀下的身躯一阵 随后悲呼出声 赵天莽 要穿咆哮声震荡 声音都快喊破了 和他们拼了 木峰怒吼 直接爆杀而出 其他人也随之而上 谁敢上前一步 他们全部都得死 赵天莽逼吼道 都给我回来 木峰弯下身子 抱起地上那颗头颅 用手抹平他死不瞑目的双眼逼吼道 木峰等人咬牙 身躯战斗 不过一个个只能停下脚步 望向了木峰 木峰抱着这颗头颅 立在场中 微微闭上了双眼 杀意 无法抑制的杀意 在他胸膛中点燃 体内修罗血都已经在沸腾 他随时可能抱走 木狂体内凌云都被木峰愤怒情绪惊醒 潜藏木峰体内 随时可能爆发雷霆一击 我赵天莽说到做到 现在开始下一个了 哈哈 赵天莽冷笑说到 又开始了倒数 十 九 八 而这一次 刀已经抡到了要穿的脖子上 要穿望着木峰 而这时 天空中雷霆作响 乌云覆盖而去 雨点开始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 木峰 兄弟我要走了 你不能跪 记住 你可是战风的头 老子胖子这辈子唯一扶过的头 我死了 记得帮我把这死砸碎捏碎 帮我灭了他全族 要穿望着木峰低吼道 他死 也不会让木峰下跪 要穿 好美丽 风潇潇的女子已经忍不住流下了泪 三 二 一 呵呵 真是感人的兄弟情义 既然如此 你也去死吧 杀 照天盲冷笑 等等 木峰怒吼出声 那要落下的刀 愣住了 雨水已经打湿了青年的发河袍 他抱着死去兄弟的头颅 站在暴雨之中 木峰望向了要穿 青年笑了 死胖子 记住 这是我木峰人生中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尊严我丢下了还可以捡的回 而我兄弟的命 只有一条 我木峰也是个惹祸惊 这辈子没有多少兄弟 而你是我木峰 这辈子都不能丢下的兄弟 死都不能丢的兄弟 轰 木峰低沉说完 双膝一弯 轰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而这时 天空中 一道道狂暴的雷霆闪电也披露而下 方圆千里 天地都变色了 他怀中抱着死去兄弟的头颅 头磕在了地上 峰哥 木狂白子月悲哭出声 随之跪向了木峰 峰哥 其他战峰成员也悲哭出声 望向了木峰 好美丽 峰潇潇 紫云郡主等人也面而泣 木兄 不 峰哥 啊 不能归啊 要穿教这一幕同样咆哮出声 眼泪混合于水不停滴落而下 心中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 认识了木峰这么多年 胖子太了解木峰了 他心中志气比天高 他身上傲骨比铁印 从来没有屈服过而今天因为他 这个从来没有屈服过的青年 为了他跪下了 男儿傲骨天不屈 只为请一把头逼 哈哈哈哈 好好 跪得好 跪得漂亮 来人 放了这人 赵天莽大笑出声 挥手说道 顿时压住木峰的天莽帮弟子放开了药川 峰哥 药川大哭 在雨水中拖洞身躯 爬向了木峰 立马有战风成员去把药川扶起救了过来 峰哥 你不该归啊 药川被带过来 望着木峰嚎啕大哭 死胖子 这是你第一次叫我峰哥 木峰平静笑道 随后只起了腰 头又重重地扣了下去 峰哥 其他被押住的战风成员们也被哭出声 望着扣手救他们的木峰 心中难过 愧疚无比 木峰每扣一手 赵天莽就放了一人 而此刻 无数人都激凤不懈地望向了雨中的青年 真是没有用的废物 竟然会了几个人 就放下了自己的尊严 是啊 这样的人 怎么配为舞者 怎么配和舞等一同参加考核 该让他滚出考核 丢考核弟子的脸 这样的人 不配成为舞者 怎么能跪 真是丢我们大伤弟子的脸啊 无数人冷声说道 这一刻极为瞧不起木峰 大伤选拔弟子们 此刻许多人也觉得 木峰给他们大伤选拔弟子丢脸了 哈哈哈哈 痛快 痛快啊 猪武在原处见这一幕 更是快意长笑出声 第1132章 雷神爵威 哈哈 木峰啊 木峰 你可有想到过自己也有今天 痛快 大快人心啊 京北京南等京家弟子也是感觉痛快无比 好阳哥 你看见了吗 木峰他跪下了 低头了 你的屈辱今日终于得爆了 京北狂笑说道 可恶 这个家伙 真是丢我们大伤选拔弟子的脸啊 他怎么能跪呢 为了那几个废物 九公主见这一幕 心中一股怒火也燃烧而起 愤怒不已 如果哪里被压着的人是我的兄弟 是四皇子 我也会跪 而这时 一道声音确实说道 说话的竟然是石正雄 所有人都瞧不起现在的木峰 石正雄眼中确实露出了一丝感动 佩服 木峰 可惜 你不是我石正雄的兄弟 石正雄叹息说道 对于一个舞者 跪拜或许比要他命还难接受 不过对于真正懂这种感情的人来说 尊严 在自己的志友兄弟和亲人面前 不是不可以放下 能忍常人不能忍之辱 能吃常人不能吃之苦 才能成就常人不能成就的事 世人只看见他现在屈辱的一刻 不过 若他今日能活着离开这里 未来 他必将会在整个大陆绽放出惊人的光芒 亮瞎所有看不起他现在这一刻人的眼 四皇子望着木峰缓缓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四哥哥 石正雄 怎么 你们都帮这小子说话了 九公主不满说道 你不懂 两人竟然一口同声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哼 我以为是什么了不是的人物 也不过是一个软淡罢了 舞者 凝者不弯 圈圆刚烈冷横一声 露出了一丝不屑之色 这样的人 不配成为对手 风铃海摇了摇头 转身直接准备离开了 哈哈哈哈 不错 做人 就得懂得该低头时就低头 赵天莽更是狂妄笑道 木峰四扣过后 这四人都被放了 被紫云郡主等人护着 胖子脸上 再也没有了完事不恭的笑容 也没有了刚才的泪 他正在全力动用自己的血脉之力 恢复自己的伤势 木狂不语 白子月握死了 剑柄也不说话 而木峰 缓缓从地上直起了身 头发散乱 遮住了他的脸 不过那一双血色毛子中 流露出了惊天杀意 虽然放了你们四个 不过你们这些人 之前敢杀我们天莽帮的人 强闯我们帮派 这事情又该和你们 另行清算清算了 不过 我也可以给你们大多人 一个活命的机会 除了木峰外 其他人立马给我滚蛋 照天莽望向了大雨中的 战风成员们冷笑道 可是 他话落下 没有任何一人理会他 所有人脸上此刻 都只有一种神情 杀意 没有人离开木峰 退后木峰半步 而木峰 将手中还抱着的头颅 用一个盒子装了起来 低声道 兄弟看着 今日 我如何用这一千人的命 来祭奠你 木峰说完 把盖子盖上了 手中 一柄骨煞剑化为灵光浮现 木峰抬头 一双星红的眼眸 望向了赵天莽 今日 不灭你天莽帮上下 为我兄弟报仇 不杀你赵天莽一雪之前耻辱 我木峰便立死于自己见下 青年低吼道 仰天发誓 不知死活 既然你们都要求死 给我杀 照天莽低吼 杀 顿时上千天莽帮的人 从四面八方 天上地下 杀向了木峰等三十多人 木峰乾坤戒指中 一句赤焰虎溃飞出 咆哮出声 散发强大的符文力量 杀 木峰低吼 提见 杀向了无数冲来的天莽帮弟子 杀 木狂咆哮 白子月暴走 这一刻 战风的人全部疯狂了 护着药穿四人 杀向了无数杀来的天莽帮弟子 郝美丽在一次燃烧了一身的魔力脂肪 化为滚滚膜原力入体 恢复美貌的女子 威势直逼天破境界的王者 首提战斧杀去 以我为影 雷锯 木峰木吼 体内一股股狂暴的雷霆原力席卷而出 化为气机覆盖了方圆数千米 他的雷灵体更是散发出了璀璨雷光 天地间的雷霆之力 雷灵系 都被吸引而来 体内雷神爵疯狂运转 轰隆隆 顿时 上空中本来汇聚的乌云中 雷霆之力瞬间狂暴汇聚而来 化为了一片片雷云覆盖天空 可怕威压席卷 雷神绝功法的威力 这一次 木峰毫无保留的暴露在世人面前 天啊 这 这是什么雷弓 竟然可以汇聚如此大的天地雷势 好可怕的引雷力 比我雷家的雷霆天空还要可怕 雷霆战团中 一名身躯环绕金色雷霆力量的男子震惊道 木峰宛如盖世雷神 方圆数千米天空 都已经被雷云覆盖 数十里内的雷霆之力汇聚而来 整个天莽邦化为雷场 木峰体内雷霆原力更是如同洪水一般涌出巨雷 消耗量极大 无数天莽邦弟子也震惊望着这一幕 以无为尊 九天雷落 木峰木吼道 木峰化音落下 顿时一道道紫色雷霆凝聚 化为一道道狂暴闪电披下 这些闪电中蕴含的雷霆力量 没有一道弱过四阶顶级的雷霆 甚至堪比武阶雷王级 轰 一名领海境界修士被移到雷霆轰击中 防御护体直接破碎 狂暴雷霆力量入体 这人惨叫 身躯雷光大放 随后轰的一声被炸成了碎肉 啊 不 一名人单修士 直接被劈下的雷霆轰成了灰烬 化为了虚无 轰 轰 轰 杀 杀 杀 木峰咆哮 林氏和体内功法奇迹控制无数紫色闪电落下 轰杀一名又一名的天网帮成员 圆丹境界 林海境界 哪怕是九重天 也抵挡不住这狂暴雷霆轰击 而木峰体内的雷丹更是疯狂旋转 甚至裂出一丝裂缝 不 一名林海境界大天为强者怒吼 攻击勉强抵挡住了一道雷霆 就算如此 他也吐血而伤 可是随后又是三道闪电轰落而下 这大天为原宗惨叫 直接在雷光中化为了灰烬 无数人选拔地子震撼望着这一幕 紫雷如雨而落 天网帮上千人 在以惊人的速度被轰杀 其中包含了许多大天为的原宗 这威力之大 恐怖如斯 第1133章 一亿挡千 啊 不 轰隆隆 弄插 狂暴的雷霆不停从九天落下 一道道紫色的闪电如同阎王的催命符一般 原单境界修士被集中瞬间抹杀 化为虚无 临海境界的原宗被集中 也非灰烟没 围观的无数选拔地子望着被雷霆雷场覆盖的天网帮 已经是目瞪口呆 啊 更有几名选拔地子靠近了雷场 被击到闪电直接狂暴批杀 吓得所有人如同畏惧猛虎一般后退数百米 怎么可能 不到天鹰 不成皇主 真意不通玄 怎么可能掌握一方天地之力 调动如此可怕的力量 雷段月震惊说道 他也是雷修 他太清楚 要覆盖这样的雷场 需要多么强大的修为 要么 就是目风修炼的雷霆功法极为的恐怖 杀 目风宛如九天雷神 控制无数紫色闪电披下 没有人能挡雷霆一击 而他体内元丹疯狂转动 功法疯狂运转 雷元丹上 列出了一丝丝裂缝 快要崩溃了 万劫雷神诀 何等逆天之法 西越曾说 那的男人 是所有宙天地 诸天万界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而传他法诀的师尊 更是他麾下最强大的神主之一 万劫雷神诀的强大 已经超越了天武大陆 乃至上界中的任何异种雷法 可恶 这怎么可能 赵天莽怒吼 原力结界护体 抵挡一道道披落而下的雷霆 也只有他 才能勉强抵挡这些狂暴的雷霆力量 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众多灰下 被雷霆轰杀成交叹 轰杀成渣 一个个天莽帮成员 如同泡沫一般被轰碎 灰飞湮灭灭 雷场轰杀持续了三十席 沐风体内的雷霆之力不再宣泄而出 就三十席的时间 上千冲过来的天莽帮众 竟然被轰杀了大半 一千多人 此刻只剩下了两百来人 七八百人被刚才狂暴的雷霆肆虐轰杀 其中还有许多领海境界的强者 天地间雷霆不再咆哮 还有暴雨在哗啦啦地下着 广场上 一地的碎尸惨还和灰烬 不说别人 就连沐风的战风成员 也震惊地望向了沐风 如何可怕的雷霆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沐风使用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雷霆 天莽帮成员活着的人已经看呆了 惊骇地望向了半空中 那道身躯还有一丝丝雷霆之力环绕的青年 刚才的攻击 沐风自己就杀了不下百名林海元宗 真正的同阶中 以一抵百 这小子 好强大 他修炼的雷弓 必然不简单 雷断越望向了沐风的眸子中 赫然多了一丝贪婪 其他人 更多的是震惊 感到恐怖 雨哗啦啦落下 剩下的天莽帮成员 已经无人再敢杀上前去 小畜生 你回我帮众根基 照天莽回过神来 震天愤怒咆哮出声 沐风刚才的攻击 让他的天莽帮损失大半啊 他如何不心痛 我说过 我 要灭你天莽帮 还要灭你一族 沐风表情冷酷无比说道 而现在他的体内雷丹中 除了本元丹起 已经没有了储存的雷霆原力 雷元丹更是密布裂缝 宛如要破碎的鸡蛋一般 给我上 杀了他 他已经没有原力了 我要他碎尸万段 照天莽咆哮说道 杀 剩下的天莽帮成员门剑 沐风身上雷霆气息 已经为弥补阵 一个个怒吼再次杀了过去 不要把我们当不存在 目狂怒吼一声 体内气血滚滚冲天 身躯化为一道炮弹一般射出 冲杀过去 为目封杀敌 战 白紫月长剑出鞘 化为爵士剑客 身份九道金色剑光斩杀而去 杀 战风成员 留下了四人照顾要穿等人 其他人也纷纷杀去 原力好敬 目封笑了 口中缓缓生出了锋利的尖牙 脸上 渐渐覆盖上了一层血色细鳞 肩上 刺破皮肉生出了护颈的骨刺 宛如两柄匕首生长而出 双眸 血色瞳孔放大 一双眼睛完全变成了血红色 眉心浮现血亡纹 双手中生出的锋利的爪子 背部 一双一丈三米多长的血色翅膀震齿而生 美丽而又妖异 目封整个人 瞬间变了 一股滚滚血色原力 如同狼烟一般从他体内涌出 我要让你们知道 你们惹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目封逼吼一声 声音震碎虚空 震得无数人震耳欲聋 变了 目封变了 就是这个模样 昔日就是这个模样 杀了两个天破王者 好可怕 传闻目封是恐怖的妖魔转世 光明圣教才要抓他 大商的选拔弟子们 无意不是震惊的望着现在的目封 当日 就是这个模样 目封逆天杀了两个天破王者啊 这家伙 是什么怪物 朱武也是下了一大逃 杀 目封低吼 身躯化为一道血光暴杀而出 速度打破一倍音速 两倍音速 三倍音速 快的惊人 已经发到了五倍音速的可怕速度 如同一道血色闪电 五倍音速 什么概念 一秒时间它就可以飞出一千多米远 斩 目封巨大血池散发锐利的锋芒之戏 如同两道血刃一般化出 突斥 两名天网帮成员被尺锋化过 身躯直接被切割两分二开 化为四节尸体燃烧 滚滚血气涌入阿修罗体内 滚开 一名灵海境界大天位的帮中长老怒吼 寄出一柄灵刀 灵刀化为了十丈大 开天屁比一般斩向杀来目封 当目封双翅上合一倒 这灵刀斩集在了目封的血翅上 火花四剑 发出精明声 竟然没有能斩开 怎么可能 这长老剑这一目寒毛都炸起来了 这可是四阶上品灵刀锋芒 不是发出的刀器刀芒 四阶战体也可以踢出伤口 这翅膀 竟然斩不伤 就在它惊骇之时 快如闪电的目封已经飞过了它的身边 两尺长 宛如锋利匕首一般的爪子挥过 扑斥 这长老脖子头颅直接和身躯分家 血泉狂喷 灵海境界大天位强者 被一击秒杀 第1134章 血液化镜 即杀了这人之后 目封身躯又化为一道血色电光 瞬杀在了另一名天莽帮长老身前 一抓扣杀而出 直接刺穿了这长老胸膛 捏碎了心脏 这长老身躯随后化为了血焰燃烧 死 有一人杀至目封身后 手持零剑 一道红色剑芒如同九天落雷一般 又快如金鸿刺来 直杀目封背心 轰 一道赤色雷霆从目封体内杀出 雷光狠狠轰击在了这道剑芒上 直接震碎剑芒 雷光狂暴轰击在了这人身躯 啊 这人防御瞬间被轰破 身躯在轰鸣声中爆炸化为了碎肉 雷光化为了一只神菌的一灵赤色雷雕 盘旋在空 零云长笑一声 身躯化为一道雷霆之光暴沙而下 速度比目封修罗化后还要快 锋利爪子撕裂扣沙而出 扑斥一声 直接抓碎了一人头颅 口中又吐出一道道狂暴的雷霆闪电 这雷霆闪电中 除了雷霆之力外 还蕴含一股可怕焚力 威力丝毫不若五阶雷亡 目封低吼 手持鼓煞 一道道血色剑光沙伐而出 无人可挡一剑之威 就算挡住了一剑 那剑其中轰入体内的血脂真一爆发 一个个血脉逆流轰及心脏 心脉剧断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尸体不断从天空中掉落 也有直接燃烧化为血气被目封吸收 地面上的雨水都被鲜血染红 两三百人 挡不住目封一人的沙发 近身战斗力太可怕 这目封 到底是什么种族 他真的是我人族吗 速度堪比天破王者 战斗力也丝毫不逊色 大伤中 竟然有如此可怕人物 无数围观的弟子们哗然 许多人已经忘记了之前对目封的讥讽 震惊出声 怎么可能 这小畜生 怎么会这么厉害 朱武等朱家弟子震惊望着这一幕 不敢置信 早说了 让他们多准备强者 目封有斩王的实力 可是你们这些家伙 竟然都不信 现在相信了吧 京北咬牙按骂 他提醒过朱家和赵天莽目封的强大 可是这二人根本不信 目封不断杀戮 血之真义随着攻击 快意地入侵每一个被攻击者体内 血之真义 竟然在沸腾 在欢呼一般 而目封的心 也完全沉浸在了无喜无悲的杀戮中 这一刻 他心中没有了愤怒 这一刻 他急杀的敌人 仿佛就是没有生命的木头一般 而血之真义 越来越强盛 已经快到了入境的灵界点 杀 十多名陵海原宗也杀红了眼 咆哮为杀来 掌镜 全盲 散发惊人凌微的灵气 全部向目封杀来 而这时 目封眼眸之中 瞬间爆发一抹璀璨血色光滑 他只是一步塌出 轰的一声 一股无形的真义力量席卷而出 渐渐的真义力量越来越强盛 化为了一股股血色狼烟一般的形体覆盖八方 血之真义 突破化境 轰 这股血之真义轰入了这些人体内 这十几人 被血色狼烟覆盖 十倍血逆 血爆树 目封低吼一声 这十多人突然惨叫出声 他们体内 鲜血瞬间逆流 以可怕的速度逆流 竟然连体内精血都暴动起来 这十多人 没有真义化境 完全无法抵挡这股可怕真义力量 啊 好痛苦 怎么回事 一名领海原宗惊恐怒吼 望着自己身躯竟然瞬间膨胀起来 如同皮球一般 砰 随后一声乍响 这人身体碰的一声爆炸 化为了一团血雾 而他 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其他被血色狼烟笼罩的人 身躯全部膨胀爆炸碎开 鲜血逆流暴体而亡 嘶 这是什么神通 无数人见这一幕心中倒吸了一口气 邪术 邪术啊 有人背下的惊骇出声 目封身躯 覆盖在一片血色狼烟之下 冲入敌人之中 凡是真意力量弱过他境界的天蟒帮成员被血色狼烟笼罩 全部血逆暴体而亡 血之真意的霸道可见一斑 怎么可能 这么多人 竟然还拦不住一个目封 照天蟒怒吼 他挥下人不断被急杀 目封一人杀了大半 此刻更是被杀的所剩无几 剩下十多名陵海境界强者全部惊恐而退 畏惧如虎 望着笼罩在血色狼烟中的怪物 眼神中全是惊恐 不敢上前 他一人 正面又杀了一百多人 其中一半死在那可怕的血色狼烟下 极境 此刻 全场极境 天地间只有了哗啦啦的下雨声 一千多名天蟒帮众 三百多名陵海境界园宗 此刻 被沐峰杀得只剩十多人不敢上前一步 惊恐如蜀 畏惧如虎 大血色身影震动双翅 悬浮在半空 一双眼眸 冰住了赵天蟒 赵天蟒回过神 望着广场 此刻整个广场被鲜血染红 断臂碎肉一地 已经化为了修罗地狱 脚触声 赵天蟒咆哮一声 体内一股可怕的轻微 青绿色圆粒席卷而出 这人体内 竟然涌动得是妖圆粒 这赵天蟒 是妖羞 哪怕你是天魄王者 今日 你也必死无疑 修罗冷酷地望着赵天蟒悠悠说道 给我吞了他 赵天蟒咆哮一声 他腰上的黑色悬蟒嘶吼飞出 迎风而涨 化为了一条百米长 有房屋巨大的黑色悬蟒 一双眸子如同灯笼一般 这悬蟒也是头王进凶兽 全蟒咆哮飞向沐风 大口怒张 可以活吞一头大象 要杀向了沐风 体移 沐风没有出手 他身后 凌云体型也随之膨胀 化为了一头赤斩近百米的雷霆 剧情杀向了这黑色悬蟒 两头巨兽 瞬间在半空中相遇 发生一场激烈搏杀 黑色悬蟒口中吐出了黑色的光柱 这光柱中蕴含一股可怕的腐蚀力 轰击向了凌云 空间都被腐蚀丝丝作响 掉落的能量 在地面腐蚀出了道道坑洞 凌云双翅凝聚赤雷杀出 轰击在了这腐蚀光柱上 直接轰碎了这腐蚀光柱 这悬蟒是阴暗属性凶兽 而凌云的赤天焚雷 克制一切阴暗能量 第1135章 天破神通 凌云去抵挡这一头王境凶兽 沐风心中丝毫不担心 因为他知道凌云的实力 论血脉力量方面 凌云的血脉力量 比他修罗血脉只强不弱 太古神兽血脉 这可是上界也不一定能诞生的强悍血脉种族 若不是他师尊把凌云放在这个横杀小世界 凌云根本不会诞生在这个世界 可恶 这小子竟然也有一头如此强悍的凶兽 赵天蟒脸色阴沉 他的黑玄蟒的实力 比起他来也丝毫不弱 沐风提着古煞 一步步踏在虚空 如同走在石地上一般 浑身血焰缭绕 有血色狼烟滚滚 宛如一尊修罗沙神 赵天蟒 沐风望着赵天蟒冷然道 今日 便是你的死骑 刷 沐风话音落 双翅震动 身躯暴沙而出 化为一道血色雷霆沙来 我可是天破境界王者 你在墙 终究只是领海境界的蝼蚁 赵天蟒咆哮道 身躯一动 滚滚腰圆席卷而出 他整个人身上也浮现出了一层蛇鳞 身后生长而出一条蛇尾 整个人扮妖化 六蟒开山印 赵天蟒低吼 一爪向目风虚空一暗扣沙而下 上空滚滚腰圆里凝聚成了六条巨蟒 每一条巨蟒有十数丈大小 六蟒交禅化为了一世巨大骨印 由小山一般大小向目风震沙而下 这一击落 狂暴的力量 完全可以轻易震沙一般领海境界大天位强者 六蟒开山印如同小山一般震沙而来 这一世攻击中只有一种化境真意 不过天破境界强过领海境界十倍的原力 完全可以弥补真意上的差距 相比 目风在这小山大小的骨印震沙下 小得如同一只蚂蚁一般 一剑消雷 目风低吼 一剑怒劈而出 这一剑中 血 雷 力 剑 四种真意狂暴汇聚一剑 其中三种更是化境真意 刷 一道璀璨的血色剑芒中内韵可怕的雷霆力量 气静 剑气直冲云霄 这一剑十丈剑光爆发 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披在了这一印上 轰隆雷鸣声响动天地 刺拉 这一剑 竟然破开了这一世山一般大小的骨印 撕裂两半化为了能量破碎 不过剑的余威 已经不足以破开赵天蟒的防御 剑气逼得赵天蟒后退两步 怎么可能 你竟然可以发出堪比王静的一击 赵天蟒震惊道 虽然他的悟性不怎么样 就修炼了一种真意力量到化境 不过攻击的强度 也不是领海境界的原宗可比 浩强 这家伙 真的如他们所说 杀过天破境界的王者吗 围观的修士门 剑目锋一剑就斩碎了赵天蟒攻击 也不由得震惊道 这赵天蟒虽然只修炼了一种真意到化境 实力在天破境界王者中更是垫底的存在 不过能以领海原宗进阶对抗着赵天蟒 可见这沐峰至少修炼出了两种化境真意 外加他的诡异体质 恐怕还真能和赵天蟒被碰不落下风 本来已经走了的风领海望着沐峰一着眼睛说道 那海哥 你觉得沐峰有可能打得过赵天蟒吗 有人问 不可能 就算沐峰修炼的真意比赵天蟒强大 不过赵天蟒的真意可是凝聚出了天破的 沐峰不会是对手 不过 抵挡和逃命有余 风领海自信说道 你不敢相信的事情还多着 今日 我会让你从灵魂 从骨子里恐惧惹上我沐峰 吸杀我兄弟 沐峰低吼 双翅震动 两道血刃从翅中杀伐而出 沐峰也提剑又化为了一道血色剑光斩杀向了赵天蟒 赵天蟒嘶吼一道道六蟒开山硬震杀而下 不过都被沐峰挥剑斩碎 威势直逼赵天蟒 吞蟒天破 赵天蟒体内一道光芒射出 体内原力滚滚涌入其中化为了一条青黑色的巨蟒 此蟒长百丈 体型庞大散发可怕的原力和真意力量 正是赵天蟒的天破 沉通 腐蚀圆光 赵天蟒怒吼 巨蟒天破咆哮 张开巨口 一道黑色的圆光席卷向了目风 在这圆光之下 空气都被腐蚀 房屋被圆光席卷而过瞬间被腐蚀成了虚无 钢铁也不能打 一名赵天蟒麾下的林海元宗不小心被圆光席卷过 人惨叫着 身躯腐蚀成了一阵黑烟陨落 这是赵天蟒天破诞生的天赋神通 腐蚀一切都可怕圆光 就这门神通 让所有和他同阶的王者都不敢小看他 而这一道圆光更是席卷包围向了目风 目风 踢出剑芒 踢入圆光之中 撕裂开一道祸口后不久 那黑色圆光就腐蚀干净了目风的剑芒 黑色光芒包裹向了目风 小子 你死定了 赵天蟒名笑 黑色圆光瞬间覆盖完了目风周围虚空 笼罩了目风的身躯 嘶嘶 这圆光腐蚀目风的防御护体后 又腐蚀目风的肉体 血淋上也腐蚀出了斑痕 还有越来越重的架势 似乎要腐蚀干净目风的肉体 哈哈哈哈 赵天蟒见目风不躲直接被黑色的腐蚀圆光包裹大笑出声 就算是五王的肉体 也不敢抵挡他的这一门神通 这小子死定了 风哥 木狂白紫月和郝美丽等人见这一幕担心不已 这腐蚀圆光的威力之强刚才大家都看见了 我就说 天褒一出 这小子必败无疑 风铃还冷笑说道 凝聚天褒都可以诞生出一门神通来 天褒神通的威力岂是原宗能党 终究还不是天褒境界王者对手啊 什么斩过王 简直就是放屁 小子 刚才你和老子打赌 说木风能斩王 你败了 快把头砍下来给老子当球踢 你们大商王朝中怎么可能出越街斩王的天才 刚才和一名大商弟子打赌的万象欲弟子冷笑道 这大商弟子脸色阴沉 望向了被黑色圆光包裹的虚空 木风 你就这么死了吗 昔日的风采呢 这大商弟子怒吼道 哈哈快点 把头给老子砍下来 万象欲弟子冷笑 和同伴为相了这人 要逼他砍头 轰 不过这时 一声轰响声 包裹的黑色腐蚀元光竟然瞬间破碎 一道缭绕金红火焰的身影破光而出 第1136章 震惊全场 破碎的腐蚀元光之中 一道身影破光而出 缭绕一身赤金色火焰 双眸中 也跳动一缕缕金红相见赤金色火焰 陈通 金黎血火铜 木风只是催动了部分血脉之力燃烧的金黎血火 不过这金黎血火至羊之火 抵挡这腐蚀元光的阴暗之力已足够了 怎么可能 你这家伙 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 我的腐蚀元光 哪怕是一柄灵气也可以腐蚀掉啊 照天网见这一幕脸色大变 瞬间白了 风得没事 木狂等人见这一幕松了一口气 这世上 不一定凝聚天破 才能诞生神通 不一定只有你 才拥有神通 我说过 要用你的头颅 祭奠我的兄弟 木风低吼 身躯化为一道血色剑芒杀来 体内 一股股血缘力如同洪水一般宣泄而出 凝聚出了一道道血色剑蚊 剑蚊交织 千百剑芒凝现 木风深厚 一只赤斩数十丈的血色凤凰交织而出 仰天长笑 不可能 我是天破王者 不可能奈何不了你一个区区圆棕楼蚁 杀 照天网怒吼 神态癫狂 玄蜒天破嘶吼 张开大口 直接吞噬咬杀向了木风 口中爆发一股强大吸力 形成一股吸卷气流席卷向了木风 有凤朝阳 杀 木风一剑批出 体内八成血缘力化为这一道剑黄杀出 血色凤凰长笑 轰击向了玄蜒天破 通隆隆 血色凤凰轰击在了玄蜒天破上 一股狂暴至极的剑气和剑蚊力量剑翼力量爆发 噔噔噔 大树十张大小的玄蜒天破惨叫 竟然被轰击一寸寸爆炸碎开 被狂暴的血色剑气搅碎 血色剑黄爆发的剑气轰击在了赵天网身躯 扑痴 赵天网一口鲜血狂吐而出 惨叫间 身躯被一道道剑芒撕裂出了一道道血口 鲜血缪剑 杀 而这时 一道剑光破空而来 扑的一声 贯穿了赵天网身躯 剑锋直接插过了赵天网身躯 巨大力量带着他身躯暴退 撞碎了一栋又一栋阁楼 被兵杀在了一座铁塔的铁壁之上 寂静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怎么可能 帮主 帮主竟然败了 一名天网帮长老不敢置信说道 瞪大了眼睛 临海境界的这小子 竟然打败了帮主 剩下的天网帮长老们惊恐了 一个个连忙破空而逃 帮主都败了 他们留下 就是死路一条 想走 都留下来 目狂低吼 直接追杀而出 战风的人拦截过去 围杀这剩下的十多名长老 目封竟然真打败了天破境界王者 不可思议 这可是凝聚了天破 诞生了神通的天破境界王者啊 无数人震惊出声 一道道目光 汇聚向了那沙王的青年 要砍大商弟子头的那名万象玉 弟子也脸色瞬间变了 如同吃了苍蝇一般难看 怎么可能 这大商选拔的弟子 真有斩王的实力 这人不敢置信 好 目封 哈哈 我就说 我们大商选拔的最强弟子 怎么会不如你们 你 该实现诺言了 那大商弟子冷笑望向了 这万象玉青年 这人脸色难看 直接转身破空而逃 不过这时 一道雪白的剑光 瞬间划破长空杀来 这一剑中 蕴含了冰 剑 封三亿 快到极致 扑痴 这人头颅 直接被削了下去 身躯掉落长空 出手的 正是那一身白衣的四皇子 那大商弟子一愣 四皇子收剑 望着周围万象玉人冷漠道 我大商修饰 还没有沦落到任人欺辱的地步 既然有约在先 输了旧的付出代价 周围万象玉弟子文言脸色一变 忌惮望向了四皇子 刚才 这人一剑 其中竟然蕴含了三种真意力量 其中两种已经化尽 还有一种圆满 实力不可清敌 怎么可能 这小畜生 竟然真的能杀天破王者 朱武脸色铁青 不敢置信 朱家弟子们也露出了一丝惊惧 这可是林海修为正面对杀王尽强者啊 金北等金家弟子们脸色更是瞬间沉了 心中都生出了一丝惊恐 封林海脸色也不太好看 刚才 他可是口口声声说沐峰不敌赵天莽 现在沐峰正面击败赵天莽 之前的话可是打脸啊 哼 不过是击杀一种化境天破的武王而已 算不了什么 这样的对手 我轻易就能抹杀 封林海冷恒了一生 雷断月也是不敢置信 这家伙 之前可是用的雷霆原力 现在他的原力中 虽然也蕴含了雷霆真意力量 不过原力本质肯定不是之前雷霆原力 这世界 还有人能同修两种不同原力 雷断月心中震惊 这已经超出了这个修炼界的尝试 不过之前那小子用的雷法绝对大有来头 说不定是顶级的天工 有机会 一定要弄到手 雷断月谋中闪动一丝贪婪光芒 青年振动血赤 一步步走向了被钉在铁塔墙壁上的赵天莽 赵天莽口中不停一写 不敢置信地望向了沐峰 怎么可能 我 我竟然打不过一个临海境界的元宗 怎么可能啊 赵天莽咆哮出声 不愿意接受 我说过 惹上我 是你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 稀杀我兄弟 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沐峰冷然道 一把捏住了赵天莽脖子 一掌打碎他的丹田 废了修位 我说过 要他灭你天莽邦 我说过 要用你和你所有族人的血 弥补你的罪过 我说到做到 不 不要杀我 我有钱 我有很多跑漂亮的女人 饶我一命 我都可以给你 不是我想要杀你啊 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我这么做的 赵天莽惊恐求饶说道 他怕了 他还有几百年寿缘 他可还不想死 沐峰文言 毛子中冷光大放 提进了他嘶吼问道 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金家 朱家 是他们 金家和你有大仇 朱家的朱英就让我设计害你兄弟 用你来这里将你击杀 第1137章 心狠手辣 赵天莽惊害之间 将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为了保命 他那里顾及得了这么多 把这一切说出来 让沐峰自己去和这两个家族斗吧 金家 朱家 沐峰文言 一双毛子瞬间冰冷下来 他没想到 这背后 竟然都是有人在指使 金家 朱家 沐峰心中燃烧起了滔天怒火和杀意 此仇不报 妄为难而生 阁下 我都说了 我就是一颗棋子 您就饶了我吧 赵天莽苦苦求饶说道 饶了你 沐峰冷冽望向了赵天莽 嘴角露出一丝猙獰笑意 我说过 我要让你这辈子都后悔来日我沐峰 今日 我也正好见你敲山阵虎 杀鸡儆猴 让这城中人知道 我沐峰 不可入 我兄弟 不可欺 说完 沐峰一把抽出了插在了赵天莽上 身躯上的剑 赵天莽惨叫一声 沐峰一把抓住了赵天莽 凌空而起 嘶吼 而远处 凌云和那头黑玄莽的战斗也接近结束 黑玄莽身躯 不知道被凌云切割开多少道口子 鲜血淋漓 看起来凄惨无比 境界同样比黑玄莽低一进的凌云 竟然压着黑玄莽打 而且是虐杀状态 凌云速度太快了 比沐峰修罗化还要快 黑玄莽惨叫 随后竟然化为一道黑光想要弃主而逃 而凌云长笑一声 身体燃烧起了一股赤色火焰和雷霆力量 身躯冲天而起 随后俯冲向了黑玄莽 嘶 这俯冲速度太快了 几乎只能看得见一道光影暴击向了黑玄莽 一双锋利爪子扣杀而下 扑斥 这一级速度惊人 又蕴含了惊人力量 狂暴冲击在黑玄莽头颅 这黑玄莽头颅竟然直接爆炸了 可见这一级力量之大 尸体掉落下空 轰得一声砸在大地 下方的房屋防御阵法启动 尸体被撑在了防御阵法上方 惊人的速度 对力量的加成冲击力也是非常可怕 一颗水滴若是能以因素冲击而出 也完全可以急爆一人的头颅 好强的雷雕 那是什么雷雕 看上去有些类似赤电雷雕 不过赤电雷雕只是普通凶情 就一种雷霆属性 哪里有这么强悍 这纸雷雕有火焰 雷霆两种属性 的确是没有见过 主人如此强悍 这纸雷雕的实力也丝毫不弱啊 许多人也在注意凌云和玄莽的战斗 被凌云的惊人实力震惊 这头凶情 竟然也越皆杀敌 而且看上去还要比沐峰轻松 反观天莽邦 上千人马 此刻竟然被杀的片甲不留 只剩下几个人被沐狂等人抓了火口 而这些人 大半都是被沐峰所杀 此刻 无数人默然了 就连之前辱骂沐峰丢脸 讥讽之人 没有一人再敢开口 沐峰一手提着赵天莽 而沐狂等人 压着被抓的几个火口过来 峰哥抓了几个火口 沐狂道 沐峰望向了这些人 这四人皆是两股颤颤望向了沐峰 惊恐至极 几乎就是这个少年 一人灭了他们整个天莽邦 帮主都不是对手 大人饶命啊 我们都会听帮主命令烈士 不是我们要和大人作对 没错 都是帮主的命令 求大人饶我们一命 这几人全部苦苦哀求起来 将责任何不全部推在了赵天莽身上 赵天莽气得脸色铁青 我问你们 他的家族在何处 沐峰冷漠问道 啊 这 几人闻言愣了一下 望了望阴沉望着他们的赵天莽 没有敢说 沐峰见状 直接一箭披下一人头颅 鲜血喷涌 吓得其他三人面色煞白 我再问一遍 他的家族在何处 我知道 我知道 大人 我们带你去 这三人连忙惊恐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赵天莽脸色瞬间白了 金木问道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沐峰冰冷一笑 提着赵天莽 那几人带路 沐峰等人离开了这里 其他人也纷纷跟随而去 看沐峰想干什么 赵天莽的家族 离这里很近 不过十几公里远 沐峰等人几分钟便飞到了 下方 是一方小家族 赵家人口只有数百人的样子 还有上千仆人 而这个家族 正是赵天莽繁衍下来的家族 族中大多都是莽妖修士 还有人妖通婚的半妖血脉修士 沐峰等人飞来 他望向了下方这个家族 赵天莽 似乎已经知道了沐峰想要干什么了 大人 不 不要啊 求求您 放过我的家族吧大人 赵天莽苦苦求饶说道 我说过 要他灭你帮会 要灭你一族 说到做到 绝不会放过一个人 沐峰冷冽道 而这时 下方有莽妖修士发现 上来沐问 你们是什么人 敢乱闯我赵家空域 不知道我赵家是谁 这修士话还没说完 就惊恐的发现了沐峰走中提着的人 老老祖 这莽妖惊恐 而沐峰抬手一化 一道剑芒凝聚瞬间杀出 这莽妖直接被斩杀 人化为了一条十多杖掌的妖莽尸体 燃烧成了血焰 而沐峰一手提着赵天莽 身躯化为了一道血色流光 冲击向了下方赵家防御阵法 这五阶下品防御阵法 被他一剑狂批在最薄弱的地方 一剑破碎 什么人 敢闯我赵家 老祖 众多赵家的莽妖长老怒吼 直接杀向了沐峰 随后又惊恐发现了沐峰提着的赵天莽 沐峰一剑批出 一道血色剑芒化过 十多名赵家长老惨叫陨落 化为了妖莽之躯 沐峰一人一剑 杀入赵家中 赵家中的妖修最强也不过是 临海境界大天位修为 哪里是沐峰对手 在赵天莽的怒吼声 咒骂声中 赵天莽的一族男女老少 全部被沐峰一人斩杀 无数过来围观的修士 心中也生出了一丝凉气 虽然说杀人灭族在修炼界中太常见了 不过亲眼所见灭族 那震撼力还是非常大的 沐峰的心太狠辣了 而荆家的一众弟子见这一幕 此刻腿却是已经在打仗 发抖 如此狠辣的沐峰 若是知道了这一切都是荆珠两家之使 会放过他们吗 第1138章 明阳圈子 赵天莽已经绝望贪软在了地上 望着赵家 一地的残碎尸体 这些 都是他数百年来反育下来的族人 就这么死了 后悔 绝望 一步错 悔一生 赵天莽心中悔恨 自己怎么会听从朱家的话来对付沐峰 而沐峰 望向无数围观的人 眸光冷漠 无数人不言 都被沐峰的狠辣所惊 不管什么背景 什么来历 要欺压我沐峰和我兄弟者 最好先考虑清楚后果 要动手杀我沐峰的人 千万别让我别让我有活下去的机会 不然有一天 这把剑 还会落在某些人头上 沐峰说完 手中剑一落而下 扑斥一声 血剑三尺 赵天莽被一剑劈下头颅 身躯化为了一句无头莽尸 无数人见这一幕心中都站抖了一下 特别是荐家弟子们 更是心中发抖 沐峰的话明显就是意犹所指 说给他们听的 而朱武等人脸色也是阴沉难看 沐峰倒也没有立马去对付朱家和荐家 时间长 有的是机会 而且在这城中选拔弟子内斗 朱家的势力很有可能请动玉魔军干预 风歌 风歌 战风的人全部大吼出声 一道道炙热目光望向了青年 眼眸中 全是崇拜 如果说 之前敬佩的是沐峰的实力 显然 更是敬佩的沐峰的人品和情意 冲冠一幕展千敌 要穿望着沐峰身影 眼眸也红润了 握紧了拳头 此刻 神人还敢提沐峰之前下跪救人的事 只有敬佩 人家 有弯腰的魄力和忍耐力 更有依血前耻的实力 能驱不能驶 是软淡无能者 指缸不能驱 是莽夫愣头青 能驱能驶 方可成一代枭雄 看待国士韩信 当初若不能承受胯下之辱 谁人能替汉族打下这壮丽山河 沐峰燃烧吸收了赵天莽一身精气精血 取了他乾坤戒指 恢复成人族之躯 带着战风的人离开 无数人纷纷退避让开了一条道路 用敬畏的目光望向了这引法青年 恐怕今日过后 这选拔弟子中 无人不知沐峰名 选拔弟子中 又诞生一位王者实力级别的人物 甚至许多人羡慕起了这支 只有三十多人的战风成员门起来 战风是虽小 可却有如此护短情义的首领 封灵海 雷段月等人都是复杂望着沐峰离开 二人都已经修炼到了天破境界 虽然 二人也不怎么将沐峰如今实力放在心中 不过沐峰能展望 也代表有了和他们平等对话的资格 朱武眸光阴了盲望着沐峰离开 拳头经握 不过心中 也有一丝的惊恐之意了 金家的人更是不敢去看沐峰 生怕沐峰一怒之下 突然对他们下手 沐峰等人回了战风府邸 其他人 开始重建被毁的庄园 而沐峰回去后 立马进入了闭关状态 沐峰内是直接丹田空间中 那一颗光芒有些暗淡 密布裂纹的雷丹 心中微微一叹 前面 全力爆发雷神爵的威力 雷丹负荷严重 就连本命丹气都损伤了 若是沐峰还疯狂一些使用雷神爵 恐怕雷丹都会破碎 多年修行化为了无有 以后不能这样疯狂了 沐峰叹息一声 开始吸收灵石中的灵气 雷精中的雷霆之力恢复雷丹 雷神爵的威力 比修罗精指强不弱 若是沐峰真的拼着玩命爆发 恐怕战斗力还会提升许多倍 而这一战很快就在城中 选拔弟子的圈子中传开了 就连不少城中的修士都知道了这件事 话说那沐峰可是厉害啊 灵海境界 竟然能面凝聚天破的王者人物 大商 真的出了一个堪比我万象欲中天交级别的人物 有其他地狱选拔来的弟子惊叹道 灵海境界杀天破王者 不可能吧 要么就是已经修为突破王境 没有凝聚天破的半部王者吧 也有人不信此事千真万确 我等亲眼所见 那沐峰真是厉害啊 一人毒杀天莽帮千名修士 数百零海元宗强者 你是没看见他雷法的厉害 最后还毒战杀了天莽帮主赵天莽 灭了赵天莽一族 心狠手辣啊 嘶 大商那片破地方 真出了这样的天才人物 此刻 整个选拔弟子的圈子中 都在疯传这一战 沐峰彻底出了名 风铃战团总部 一身轻衣的身影 坐在一处小湖之中的偏周上 手持鱼竿 钓鱼锤炼心境 一道身影 轻飘飘地落在了这片周上 恭敬一行礼 天歌 这行礼之人 正是风铃海 按年龄 他比风铃天大 不过也得恭敬称呼 风铃天一生天歌 那锤吊青山青年 容貌普通 眉宇清秀 说不上多俊郎 不过一双眼眸中 却是蕴含 让人不能直视的神光和锋芒 一头淡青色长发皮肩 细看之下 那一双腕如女人 手一般白嫩握的鱼竿 包括鱼线 竟然都是青色原力凝聚而成 原力如同有私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攻击榜上 战机如今排名第一的风铃天 万象欲众选拔弟子中 这届最杰出的天才 风家这代天骄 同时他也被称为 这一代选拔弟子中最强弟子 光修为 就已经达到了天破境界二重天 年龄还比许多人年轻 无视多调钓鱼 练练琴奇书画 有一颗能随时平静的心境 对修行大有好处 风铃天教训一般的口文说道 风铃海硬是 心中却是有些不屑 这家伙 现在看起来平静 发怒起来却是如同暴风 比谁都疯狂 说吧 什么事 让你慌张 风铃天说道 目光不离那原力凝聚的私线 大商选拔弟子中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家伙 叫沐风 风铃海说起了沐风的事 风铃天听完以后微微诧异 随后道 能以铃海境界杀天破王境强者 必然领悟的真意不凡 不过 杀凝聚一种化境天破的王者也没有什么惊人的 那样的王者 我一招就能灭杀 风铃天一说完 轻喝一声起刺 一拉鱼竿 一条八米多长的凶鱼被他细如发现的原力丝线拉起 鱼竿一甩 这丝线切割而出 这原力丝线竟然如同最锋利的刀刃一般 把大鱼瞬间切割两半 那鱼 可视铃海羞为凶鱼 竟然被一缕原司轻易击杀 鱼狮落入湖中 被一群食肉鱼抢食 风铃天起身 淡淡道 召集战团所有弟子 去活动下筋骨 第1139章 铃天威士 目封闭关 恢复损伤的本命单起 而他的狠辣名声 也在外面打响 传播选拔弟子圈子中 有许多人更是给他称呼了一个外号 雷霆血魔 因为他的那一身惊人雷法 和变化以后的形态 血色能量 灭足的狠辣手段 让许多人都给他称呼了这么一个外号 也因为这一战 有不少大商的选拔弟子 没有能加入强大战团的 都来投奔沐峰的战风 人还不少 不过 因为沐峰没有出关 紫云郡主等人也没有擅自决定招人 而十日之后 一个震撼消息传遍了选拔弟子圈中 风铃天 带着风铃战团灭了一个近万人左右的魔狼族部落 风铃天更是轻易斩杀一名同境界的魔狼王 所有人 更是震撼于风铃天的实力 震撼风铃战团的实力 很快将沐峰前面的风头压下去了 而攻击榜上 风铃天的攻击 更是飙升到了三千攻击的可怕攻击 力压所有选拔弟子 而这 他们才来这里近两个月而已 老孙 你是风铃战团的 快说说那一战怎么打的 酒馆中 有不少选拔弟子围着一名佩戴青色徽章的青年问道 这青年是风铃战团的人 嘿嘿 这一战可是打得漂亮 你们不知道 我们的首领天哥他一人先直接杀入了那的部落中 一路大开杀戒 无人可挡他分毫 我们随之直接杀去 对方这个部落中的一名魔狼王者出来和风鸽战斗 结果 风鸽天破都没有出 两招救灭了那魔狼王 带着我们直接屠杀这只魔狼部落 救出了数千名人足 我啊 在这一战中也赚了两百多攻击 嘿嘿 跟随天哥 我看我半年就能完成考核规定的任务了 老孙喝了口酒的一笑道 你这家伙 真是走运 竟然加入了风铃战团 其他弟子羡慕不已 嘿嘿 不过这一战我们也损失了几十个人手 过两天会招人补齐 你们可以去报名试试啊 说不定能备选进去 老孙笑道 去 一定要去 这几人都说道 哎 老刘 前一阵子你不是去投奔木峰的战队了吗 怎么 没让进 一名选拔弟子戏虐问道 哎 别他奶奶的提了 让进了 不过说还需要等木峰出关亲自认可我们才行 这一段时间也不出去猎杀魔狼族 一点攻击没有 叫老刘的青年叹息道 哈哈 那木峰虽然实力不错 不过比起风铃战团 比起风铃天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更没有什么背景 以后去了宗门也吃不开不行的 你也是临海境界九重天的高手了 还不如去选择其他大典的战团加入 其他人笑道 对木峰的战风战团 还是极为的不懈看不起 哎 看吧 再待一个月试试 不行老子就离开了 其实我挺看重 木峰讲情义户兄弟那一点的 老刘叹息一声说道 嗨 你还不信 那我们走着瞧 一个月后你攻击肯定还会上不来的 这几名选拔弟子嘲笑道 老刘不言 只是憋屈喝酒 而这一日 木峰终于出了关 才将破裂的圆丹恢复 损失的本圆丹气弥补回来 而战风的庄园已经恢复如初 木峰院落中 木狂 白紫月 要穿 郝美丽 紫云郡主 风萧萧等一群人汇聚 胖子 你恢复的如何 木峰望向了要穿 要穿手脚都被打断 下根更是被废了 古伤内伤对我来说都是小事 几天就可以痊愈 只是那玩一耳 恐怕每两个月不能完全康复一盏雄风了 要穿又尴尬又苦涩说道 修炼节中医术高明 断织重生的法觉 医术很多 那个被砍了 一样能恢复 风萧萧 紫云郡主等人文言脸色都是微红 有些尴尬 白紫月大笑道 这次记忆深刻了吧 我看你以后还敢乱玩女人 要穿苦笑 道 我是清白被诬陷的 那臭婊子找我和她去她房间 只是聊聊人生而已 要穿什么的信众人还没点B数 谁信她的话 女人如独 不该乱惹的 以后还是克制一点 木峰告诫说道 使得紫云郡主 风萧萧 好美丽等女都幽怨望向了她 木峰尴尬一笑 这才明白自己说错了话 胖子郑重起身 望着木峰 郑重道 峰哥 以后我胖子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从今以后 你有什么事 胖子我绝对不含糊半分 木峰一愣 随后笑道 死胖子 是兄弟你还和我说这些 好好修炼吧 你这家伙 下次再让我这样低头救你 你被堕头我也不管你了 不会有下次了 以后 我要成为和你一样 让人感觉到恐惧的存在 我要成为让所有人都怕我的毒王 要穿咬牙说道 胖子眼神中的神色 第一次这般坚定过 她忘不了自己被虐打的那两天 忘不了那被废下根的屈辱和痛苦 她更忘记不了 铁骨铮铮 从来没有屈服过的木峰 那一刻 竟然为了她一跪一扣的画面 那才是最刺痛胖子心灵的地方 这样的事 胖子只允许今生只发生一次 也只在木峰身上发生一次 木峰望着要穿脸上的坚定之色 心中唯唯有些不是滋味 其实 她更喜欢嘻嘻哈哈 什么时候都能挑动起活跃气氛的胖子 不是要她真的成为什么心狠手辣的毒王 不过 活在这个世界 不得不明白一点 你想要在修炼路上站在别人头上 踩着别人肩膀走得更远 心要很杀伐果断 这是必备的 要穿是天才 身具上古一产血脉 恢复力强大 无比百毒不清 毒术 医术 炼丹 还是修炼方面都不差 她缺的 或许就是那一抹坚定的上进心和动力而已 这一次的打击 对她而言 或许也不一定是坏事 能在苦痛忠诚长起来的人 才能屹立在将来更加狂暴的风雨之中 对了沐风 最近有许多人想要加入我们战风 我让他们等消息 要不要再扩大一下我们的人手规模 紫云郡主这时问道 第1140章 或新换阵 风哥 我觉得我们还是多找些人吧 和人家那些动辄数百数千的战团来比 我们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沐狂也说道 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扩张一下 在这里打好底子 以后我们也才好更好的在万象宗门内立足 我听说万象宗门内地子间也是分成许多派系的 紫云郡主又道 沐风文言眉头为咒 问道 有多少人来投靠我们 有三百多人 临海境界的居多 元丹境界的反而在少数 紫云郡主说道 恩通过选拔来这里的元丹修士 几乎都是九重天的修为 而且天赋不错 这样的修士反而在少数 而临海境界一到九重天修为的元宗反而最多 毕竟许多元丹修士不会在元丹境界就冒险来这里 都在家族中修炼 来的大多是一些天赋不错 心性毕竟坚定的元丹散修 沐风文言唯唯一沉 随后道 那就都收下吧 你把每个境界的人都整理出来 特别是临海境界九重天的人 传下我传你们的战阵法诀 大家好生训练一下 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要去魔园历练了 哈哈 好 我可是早就收养了 沐狂兴奋笑道 是啊 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也想去见识见识 魔狼族到底是什么样 众人文言都很兴奋 散会之后 沐风又叫紫云郡主把那些要加入战风的人召集带过来 没有多久 三百多人汇聚在了大厅之中 一道道目光汇聚向了上方座位上的青年 不少人目光中都露出一丝崇敬 这些人 有两百多人都是临海境界修士 少部分元丹巅峰修士 临海境界大天位的强者也有十多人 大多都是大商选拔弟子 而且都是无门无派 或者是小家族势力中人 大家族中的弟子 还用不着来投靠他 丰哥 众人抱拳一礼 对上方青年恭敬一礼 各位客气 沐风起身抱拳还礼 丰哥力压大商群英 我等佩服不已 可惜我等都是小家族或是散修子弟 在这里急不得是 也没有领头之人 来投靠丰哥 还请丰哥收留 一名身穿青袍 看上去比沐风年长一些的青年 颇为恭敬的说道 还请丰哥收留 一群人皆是抱拳说道 既然来投靠别人 姿态肯定要放低 沐风如今的名声在大商弟子中就是一面大旗 他若是想主动大量扩张人手 肯定不止这么点人来投靠 沐风望着众人笑道 各位能看得起沐风 来投靠于我 这是沐风荣幸 本来我无意扩大自己的阵营 不过多个兄弟也是多份战力 既然大家相信沐风 愿意来跟我 这是对我沐风的信任 不过各位要加入我的战队 也有一个小考验先过一下 小考验 众人闻言一愣随后都是疑惑望向了沐风 风歌名言 一人疑惑问道 简单 不是考验什么实力修为之类的 实力修为这些 大家都可以修炼提升 而我要的是 忠诚 我沐风敌人不少 想要我命的人不在少数 我不希望 我麾下的人 有三心二意 背后给我下刀子的人 沐风目光如同刀子一般望在了每一个人脸上 荆家朱家既然想他死 不排除在这群人中安插间隙的可能 众人在沐风目光的注视下 都微微低头 沐风眼神太过犀利 没几人能承受他的气场 也有人眸光闪动 心中有些不妙之感传来 这个考验很简单 我会布置一个阵法 在阵中 如果是真心来投我沐风 大家一起奋斗的人自然没有问题 如果是有别的不良目的的人也会败露 这个考验 不知各位敢不敢一试呢 沐风望着众人淡笑道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人站出说道 风哥 我们都是真心来投 你这样怀疑我们 不太合适吧 这位兄弟可以离开了 沐风淡默说道 指向了说话之人 我 这人脸色一变 随后冷横了一声 转身离开 其他的人脸色个异 之前说话那青年笑道 既然如此 风哥尽管来考验 好 那沐风就不客气了 沐风脚步一踏 体内一股股原力涌出 交汇成了条条道文席卷而出 金色道文交织而出 包裹了所有人 形成了一个阵法结界 渐渐的 一道道金色光芒 从阵中射入了所有人领海中 顿时所有人的眼神 瞬间变得呆滞了起来 灵魂都陷入一种催眠状态 此阵 是一个五阶的祸心患阵 在这个法阵中 所有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说话 好了 你们进去盘问吧 沐风对战风的人说道 顿时周围战风成员进入阵中 开始盘问起来 李加入战风目的何在 沐狂问向一人道 转攻击 这人神情麻木 回答说道 其他的人也是这般一个个问了起来 几乎都是回答一模一样的 李加入战风目的何在 同样的问题 问向另一个人 打探沐风消息 随时掌握他的情报 提供给朱家换取资源 这修士说道 哈哈 小兔崽子 还真他娘的有奸细 沐狂冷笑 旁边有战风成员 直接将这人拉了出来押住 所有人都问过一遍后 一共抓出来三名奸细 沐风这时才收了法阵 所有人清醒了过来 一个个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刚才所有人都感觉到 自己处于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 朦胧中有人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风哥 你这是干什么 被押住了那三名奸细 望着沐风问道 干什么 三位 想要靠出卖我沐风发财 可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沐风望着三人冷笑说道 这三人脸色大变 自己怎么就暴露了 三个小兔崽子 给住家当间隙用情报换修炼资源 又在我们这里转攻击 打得真是好主意 目狂冷笑 抽出了背上巨大战刀 架在了三人脖子上 这三人吓得腿都发软打战了 一个个哪里还敢嘴硬 连忙跪着求饶